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一起念哦 念三称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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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光无量受佛经 各位居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 陆日观 水观以及地观 这个陆日观 在唱功书的开始里面 就是我们一边观陆日 一边念佛 今天我们也就是你观落日 观水 观地 就是他一种祝恨 主要是我们是以实名念佛为主 就像在提示大家而已 比如说观这个落日 那落日它代表是一种清静 圆满光明的境界 当我第六四呢 我很认心很设心专注的在观的时候呢 落日就不断训续第八识 第八识显现什么 就显现那种清静光明的境界 这时候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 我念在念佛阿弥陀佛 就不容易射心 不容易射心妄想杂联 所以这落日是这样 因为它代表清静光明的境界 这时候你训续第八识 因为第八识马像变现果报 是这样 是这样 那我会说 所以 参加跟我讲说 所以你在念佛一边念 一边观落日就像这样 落日就是在后面推车一样 你念佛在前面拉 拉这个马 拉这个车子 那你念佛就藉由这个落日观的后面推 是这样 渐渐让我们有一种 你想那个落日有一种有色心 有一种让我们更色心专注的力量 是这样 那请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样呢 你看一下看到今天的护表 护表石 我现在引用这个善导道士开始了 他关着观落日 会叫观落日 今天的护表 观落日也有 善导道士的解释 一共有四行 这一四行我自己念 以令众生叙知弥陀依正而报 种种光明等心等相 内外照耀超过此日百千万倍 行则等若不是比尽光明相则 即看此日人观明之下 若行驻坐卧 理念异祥常常做慈节 不久之间 即得定心 见笔 敬读知识 快乐专业 为此意故 事真先教做日想观也 就是观落日 先教我们 先观落日 想就是这样 那这第二个话就是说 极乐世界世界史 然后义令 它就观会了 那因为这个极乐世界的义报 这个极乐世界世界 它的观明相 它也就是比 中文观中文观明等相 内外照耀 就是说 从内看外看 就是超过 那个 这个落日 百万千万倍 为什么 因为极乐世界是佛的境界 今天我们在说佛世界 看观这个落日它是什么 本是什么 是业力所感的境界 业力所感的境界 所以不一样 极乐世界 那不能讲这些 就是让超过 曲率百千万倍 就是体会一下 一个是佛境界 极乐世界不是业力所感的 极乐世界是业力所感的境界 就让我们体会到 这个 业力极乐 星球极乐的星 是我们 常常常体会这样 那这里面 这个 谁啊 这个圣尔老师又讲了 说 虽然你不认识这个比镜 就是你不认识极乐世界的 光明相 专一相的话 那就可以马上看这个 看这个落日 日轮 这个轮是形容落日 它是眼的 光明之相 就是说 意思喔 这个落日它是一种 代表一种 清静 严满 光明的相貌 那这里面 你看黑色 我上地上 黑色的字呢 就是我们平常 行出作物就 时时刻刻 礼拜 礼佛的时候 念佛的时候 异想佛的相好 那个极乐世界的一报 专演的时候 常作词解 就常作 就是看一下 就类似这些这么极 前面讲的 极乐世界啊 虽然是它超过 虽然我可以从 就是类似我从 这个落日里面 代表 念落日代表上 它是清静的 圆满光明的一面 常常是这么想 是这么解 渐渐的不久 慢慢得及得定心 就是这个 因为常常这么思维的时候 平常吃饭的时候 就是跟人家 那就是说你 坐车的时候 就是你在 做事的时候 就这样 是要观浪日以下 你有时候不记得 拿一个相片 照片看一看 对不对看一看就好 不久之间就是定心 怎样意思呢 就是那 因为你思想欣喜的话 这时候呢 慢慢的 你就是 意思是能够 马上看到什么 就像金武里面讲到 你闭着眼睛 或者开着眼睛 都能看到落日一样 是这样 闭着眼睛 一旦闭着眼睛 还是可以看 有时候眼睛开起来 被这个眼前的境界 所迷惑住了 但是呢 你当你就不断的熏许 就是你要理念异强 就是你常常时时刻刻 就行住桌卧 常常这个思维 这个 这种 光明 也满 清静的落日之路 渐渐的心就定下来 就是那个 安定的 是这样 你看到落日 而且呢 你看他讲的 见比进入这是快乐庄严 因为呢 为什么讲 因为这种 这是一种 它代表 因为落日啊 它代表清静的境界 渐渐呢 这个见是什么 内心感到的 内心的 就是内心见到 不是眼睛见到 内心见到了 极乐世界那种 专业 就是快乐 什么快乐 那种 内盘极经的 菩提杰华融那种境界 那种专业境界 是这样 这里面是这样 就是说你要常常 就是说你 这个落日 就是代表一种清静 光明也满的境界 是这样 那你由里面 你能够感受到 极乐世界也是这样 你也是这种情形 其实啊 落日上次讲过 这个落日也是 本质具有的功德 每个人都有 自信的落日都有 所以我们自信的功德 是这样 那看到呢 就是说你 就是像那个善道士讲 就是你要 时时刻刻 要观这个落日 但是呢 今天呢 我们是讲啊 从念佛我们来讲 我们是以这个落日 就是观落日是什么 是种祝恨啊 他不是主 主要 主要是我们呢 主要是修持什么 慈云念佛 这个落日 但是你要平常呢 就是藉由这个 祝恨呢 这个落日 他讲这些话 是让你 体会到极乐世界的 他是这种 专业的境界 也是这样 因为你 解放落日里面 在观明像 能够体会吗 他是清静的 圆满的 这代表是佛陀境界 也是清静也满的 光明的是这样 世界就有这个 这个 才能够内心看到 极乐世界的 它是种 内藩极极乐 浮力极乐 中原境界 是这样 所以这个意思 含义也是这里 也是 善导道士的含义 接着我们知道呢 其实观落日完后 他是这样 先观想 水观 就算你要怎样 这个水观 你平常也就是要 也是要 色心专注 你要做水观以前 也是要体会上 一气唯一火 如梦泡营 其实这个水观目的 就是要修观地观而已 是种方便 那水观就是人家观 就是你在观 你在观水的时候 就像唱公司的开始 因为水是 你看那个 泉水 那种清澈的 从瀑布流下来 那清澈的水 它是种清淨的 这时候 你容易想 喜心敌立 喜心 把这个杂念去掉 敌立 忘想来出掉 是这样 因为你在观的时候 就是第六四在观 就心理局的第八四了 第八四马上现前的 那种 那种 清淨的境界 因为水是清澈的 自然的 讯息第八四 第八四就 品现那种清澈的境界 就不容易生气 妄想杂念的是这样 所以能够喜心敌立 是这样来的 那接着呢 因为水是流动的 慢慢的 因为木地要观地观 这时候你慢慢 把这个水呢 观想成 整个是冰块 冰块 之内外 之内外 之内外透彻 我说内外 从内可以看到外 都是什么 清淨的 是透明的 清淨透明的 是这样 我这时候呢 这是地管 那时候你心呢 就比较安定的 就是说不容易 安定的 因为刚才水是流动的 你把水观成冰块的话 它是固定的 意思呢 就是我们内心能够 如如如不动 这时候心呢 不容易被这个六层境界所转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观冰的时候 它也是像水一样 那么清澈明亮的 就是欣喜第八四啊 第八四显现就是那种 心心的 你内心的 就是那种清淨的境界 固体 那固体啊 代表内心也是 这内心也是 陆陆不动的境界 是这样 这个也是我讲 这些是唱公司的开示 就是有种祝恨啊 你关这个 也是要一边关水 或是一边念佛 不能说 前面关水 你一边关水是清澈 而是一边一千 一边什么 一边念阿弥陀佛 是这样 关冰也是一样 那这里面 经文里面呢 它关冰的意思是什么 要怎样 要让你关地 那既然你关冰的 因为你看到呢 因为冰什么 是坚固的 是这样 坚固的时候 就是要去关这个流离地 也就容易关 因为有什么流离地 那是一种 天然色 天空啊 那种 非常 整个虚空 没有云彩 那种是 蔚蓝色的天空 是这样 关就像流离地一样 是关 整个都是流离地 是这样 那关这个流离地 关就是怎样呢 就是它里面呢 就像 请大家 放开那个讲表 17页 17页 这边 大家一个呢 就关地里面 这里面 我还真的讲好了 我们对极乐世界呢 关这个地里面 它讲的比较 它讲虽然讲的很详细 但是呢 我们怎样呢 就是 因为我们就熏许佛法 虽然不一定呢 因为这里面我们异想就好了 就思维这个 它的极乐世界那种 中原境界 为什么呢 增长我们的 那种 星球极乐心 你比较一下 那是佛境界 是这样 那我们到底熏许呢 就不断的增长我们的 性解力 对这个极乐世界 那一报尊严 正报尊严的性解力 因为不断的思维这样 法义这样 从那个琉璃地关完 你关哪 就在关哪 地下的砖研 这个琉璃地 你知道它什么称的 就是 这种 七宝的金床 它是无肉的 鸡脚金床 然后 它一定立下七宝床 然后那个床里面 它是 一个每一个面 它是八个面 八个角 对不对 都是由 这个面 都是由无数的珍宝合成的 所以珍宝呢 它本身具有什么 无量光明 无量色泽 所以互相呼应之下 哇 形界参了金床 就是这样 乃至呢 这地下的砖研 地上的砖研 我们知道呢 这里面讲到 琉璃地上以环金神 就是说意思呢 它虽然是琉璃地 琉璃为地 但是呢 它是以环金做的道路 每一条都环金做的道路 一条 环金做的道路 一条一条道路 就像神指一样这样 那我们的思维这样 要思维 有时候要记起来 哇 极乐是这样 而且 大陆和大陆之间 意什么 以七宝床作为界线 就这么了解的 是这样的体会 立下的砖研就好了 但是这里面了解到呢 它是说 它这里是某个区域 是以琉璃为地 环金做道路 但是呢 在什么 在别个区域 可能是什么 比如说 我们讲大一点好了 比如说 新北市呢 可能是环金为地 可能是呢 那个白银为大陆 也不一定 就这样 就是因为每个区域都不一样 它这里是讲琉璃为地 是这样 上次也讲过了 因为极乐世界是 就像 大地就像虚控一样 广大无边际 旧近路线广大无边际 所以每个区域的地面上组成不一样 是这样 这也是大家了解到 这个要了解 而且呢 看到呢 这是地下 那虚控的砖研 上次我们讲到虚控的砖研 是这样 那虚控的砖研是由地面上组成不 照射到天空的显现的虚控的砖研 有时候像 它里面讲到什么 像花 像什么 星星夜亮又一样 而且能够这个冠冕的变现什么 那个冠冰台啊 是这样 你看 来自冠冰台 旁边有什么 也是有种种的妙花 妙花床 妙花神星辰的那个窗帆 是这样 就是这里面呢 就了解一下 很多 而且那这里面呢 我们讲这个 还有里面 巨花是什么 那个在于 有种种的液气 能兴出什么 能够经过 因为有光 有那个 风的吹 微风吹动 而能够 显出种种的妙花音 那这里面有了解到 在上次我们用户表 户表9 户表9大家看一下户表9 第几页啊 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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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讲说虚控的专言 在无量缩金怎么讲 无量缩金的这个 像第3页这段话 上次我们讲到这边 极乐 无量缩金虚控是不一样 极乐世界 无量虚控的专言是怎样 它是用什么 以那种楼王来抓紧什么 虚控的 那这里面呢 在光无量缩金 它是用什么 用这个光明来抓紧虚控的 是一样 虚控抓紧有两种 是这样 第一个是楼王的抓紧 第二 在光无量缩金是什么 它用光明来抓紧整个虚控 又不一样 所以我大概有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刚才17页那边 最后一样 那这里面 上次互表 第3页这边 我上次讲到这边是怎样 那了解 就在我们认知 极乐世界虚控的专言有两种 第一个是 这无量缩金讲 是用楼王来钻研的 为什么呢 因为极乐世界 这个珍宝所形成的王 它是有黄金线 穿过无数的珍枝 成为楼王 然后楼王在点缀什么 很的 直的 很的 重的 点缀什么 无量无数的珍宝 这些珍宝是呢 它是奇特的 是微妙的 是珍贵的 与众不同的 非常殊胜 所以呢 它那个用这个无数的珍宝啊 点缀在楼王上 它专言这个楼王 而且呢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珍宝啊 会换出什么 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色泽 所以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色泽 非议之下 这样 就显现了 非常 专业的境界 就是说 晋极严厉 晋极严厉 就是这样 就这个意思啊 而且这时候呢 自然的德宫 法尔自然的德宫 就是在 就是等于 请大家后面看一下 看到那个 第十八页 将表第十八页 所以你看到这个极的 那个虚空上啊 有种种液气 因为这个 我们看第十八页 第二行 第一行 八种清空 对不对 这个八段 就是说 风啊 吹到这个液气的时候 这液气能够自然而然的 也许说妙瓦音啊 是这样 那这里面呢 就是 这个它能吹到楼网 这个风会吹到楼网 以及那个种种的宝树啊 所以呢 因为呢 自然 无人者呢 被涅谱 涅完之神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那个风啊 吹到人身上 成就什么 魅敬善魅 是这样 这个在上次讲到这边啊 是让大家 把这个无量寿经的 那种虚空的专言 跟大家复习一下 所以我们了解呢 虚空的专言有两种 是一种 从无量寿经的角度 一种是什么 从光无量寿经的角度 又不一样 光无量寿经的角度 它是从 藉由 地上珍宝所换出的光明 色泽 而显现出那虚空的专言像 是这样 不一样 是这样 那这里你们看一下 我们看上座户表 第三节这边 说这个 再看那个 为什么这个 液器能够引收这个 微妙的法音呢 看一下 就第几行啊 第五行 上座第五行 无量寿经 这两个一起念一下 一有自然 万种 既业 又其业生 五微法音 清唱 哀量 唯妙和哑 十万世界 生之中 最为利益 这是无量寿经讲过了 就说 极乐世界呢 在天空上 自然 包括自然 有万种 无数种啊 既业 业气 有无数种业气 五微 又其业生 五微法音 法性之音 这种 唯妙的法音 那清唱哀量 唯妙和哑 这八个字啊 以前在那个 讲过了 那我就不要讲它 这个清 它有清净的 这个就是那种 清净的哀 那个 那种 唯妙和哑的音声 那种让我们呢 能够念佛 念完练声 是这样 十万世界 生中之中 最为低 最为殊胜的是这样 那我们看 回到这个 江表呢 十八月的时候 你看哦 就是八种清通 这一行一起念一下好了 八种清通 从光明出 古此业气 眼收苦空 无常无我之音 这里面 就是同样的 同样的那个 就是 也是业气 但是呢 这里面 苦空无常无我之音 我上次讲过 因为呢 对一些 刚往生到 极乐世界的 纪念行者 他的见识后面还没断 见识后面断 所以呢 用这种 让他体会到 这个收拔世界是苦的 所以你看 他积极的修拾 修这个 修这个 就是要理会这个 还要断货 是这样 这个 苦空无常无我是什么 是 是什么 业力所感的境界 业力所感的境界 苦啊 因为极乐世界没有苦啊 极乐是什么 无有众苦 但收出热的境界 怎么有苦 那是讲这个是讲什么 收拔世界的苦 对不对 这里让我们体会到 因为他对那个 还没 刚往生到极乐世界 的 众生的根基 他还没断货 见识分一断 他听到提到 收拔世界是苦的 那你积极的 要修与上法 是这样 免念我们 免念我们 而且呢 这时候呢 其实来一个电影就是说 让我们知道呢 这种 让我们观想的人 看他 苦空无常无我 他是 活跃苦的境界 是业力所感的境界 所以你看 那极乐世界是什么 是 藏了我进的境界 是这样体会一下 是这个比较 所以演出这个也是 让我们 由第一个 往生者来讲 第二个 为我们修学 观音想念佛人 也可以体会一下 极乐世界没有 极乐世界没有 苦空无常 没有这种苦的境界 是业力所感的境界 无常 因为极乐世界呢 是 常乐我进的境界 是佛的境界 比如说好了 你是年华华生 极乐世界年华生是什么 没有生老病死 说我们的世界是很常 生老病死 为什么生老病死 因为业力所感有 无常之故 就这样 无常就是业力的体现 因为极乐世界不一样 就是比较一下 极乐世界是负味苦的境界 极乐世界是 常乐我进的境界 是这样 那这里面呢 刚才我们念那个 那段无量寿经 那段话呢 他因为他讲到这业生 了解一下 有时候呢 比较一下这样 你看刚才那个 我念了那个 无量寿经 他说 业生一说法 就是说 极乐世界那业绩 都演说 无微法音 是这样 讲说 清唱爱亮 唯妙和雅那种 清净的法音 法性之音 是这样 让我们能够转 那是目的啊 讲这些 就是不但让我们 就是让我们能够 念佛 念佛念生而已 就这样 增长那个道义也是这样 好 大概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要比较 把一个无量寿经 和这个光无量寿经的那个文 稍微了解一下 是这样 接着我们看一下 看一看 就解释 解释就是说 我们就把这段 这个地观里面 总结一下 这八个字再念 一起念 是为水想明第二观 有时候 水想和这个地呢 因为 要先了解 因为 你要观地 以前要写什么 先观水 所以水是什么 观地的情幻变 因为上次讲过 这个上海道学来讲 他说 因为水 他 你观的观水 算是清澈的 而且是整个观 一片都是 就是很平 因为在观到地啊 因为琉璃地是很平的 你要借由水来观 不要平 这样讲好了 善老师这么讲 因为你观水 那水很平 对不对 表示能够 比较容易观地 这是第一 这是善老师的禅忌 那个像智耳大师 智耳大师 还有法智大师 就是天台东大师 他们那里 观琉璃地 目的意外 应该是代表坚固性 琉璃坚固的 是如如不动 有坚固的地 来观 也是一种 是种 观地的前方便是这样 那这里面水想是说 我先观什么 先观水 再观什么 冰 因为冰它坚固的 就代表 准备要观地 是一种 是这样 先来就观流离地 是这样 就是地想 来观地的 所以第二观是这样 其实应该是 第二观是第一观 是这样 第二观 明第二观 是应该水想 明第二观 那这里面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 主要水想 明第二观 叫观水 那第三 其实第一观是 一般讲 第一观是六日观 第二观是水观 第三个什么 地观是这样 那既有这个水 因为它 既有这个水 先观水 再观冰 再观流离地 是这样 那叫水想是这样 第二观是这样 那接着我们看 地观 这地观就是刚才 其实前面来的那个 那个流离地 地下的砖研 就是那个七宝金船 这个是什么 地上的砖研 就是那个流离为地 环境神 第三个虚空的砖研 就是观这个地观 这个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接着看 倒数第二行 这两行一起 一起念一下 此想 诚实 依观之 极令寥寥 闭目 开步 令善思 为此属实 恒意此事 作此观者 名为正观 若他观者 名为邪观 佛告欧难 即为离析 谁想 诚意 名为初见 极乐 国地 慈想 诚实 就是说 从你从水观 从刚刚也是观 那个水 它是种清澈的泉水 你看清澈的泉水 做出来就有水 那么观 做出来的 能够 心能够 能够 升起 妄想 要继续观察 观察 把水变成 清澈的冰 这冰完后再观察 把冰变成 观察 是琉璃地 那种 青蓝色的琉璃地 青蓝色的琉璃地 这样 接着看 然后 再观什么 观地下的砖岩 地上的砖岩 虚空的砖岩 是这样 然后 这就是 这思想的砖岩就是意思 从水观 那观到那个 地下的砖岩 跟琉璃地 水观就是关水 冰 琉璃地 再来是呢 地下的砖岩 地上的砖岩 虚空的砖岩 就是思想的意思 然后接着呢 一观是什么观 就是把 大地上的 各种各式各样的万物观察 就像刚才 就是我们说琉璃地 这个地上砖岩是什么 它是标里为地 以环境做成一条条的道路 你说思维 这个是就是我们异想的 这个就是说 就是能 你去想一想 它是环境的道路 七南四的地面上 你孵成一条一条的环境的道路 是这样 那以七宝做为界限 我们思维想是什么想 然后呢 把它关好 然后来是关的 你关就是在管 然后关的一切 地上虚无专言 因为地上关明 关明显现在什么 虚空上有无数的什么 花啦 星期月亮 那些宫殿啊 无数种的楼 宫殿啊 关明台 然后关明台旁边有什么 有那种花床 喵什么 然后有什么 无数的叶器 这边两个是这样关起来 然后极力什么 极力这个意思呢 什么叫极力明了 这个极 当然究竟到达极处了 什么了 这了是 到一个了 本来是明了的意思 这了了是强调 就是说意思非常明了 非常彻底 就把它关到什么 最明了最彻底的境界是这样 把这边关 这是他不断兴取佛法是这样 然后呢 闭目开目 就是你闭着眼睛 来自开着眼睛的时候 能够看来是 能够呢 经常看到 看到这眼前的境界 就是你要关这个地关也是这样 就是你看 不定善事就是你让他 让他经常显现在目前的意思 不会散开 不会是就是这个意思 那围处是什么 你关这个地关呢 是他围处什么 食 吃饭的时候 因为这个睡前加一个睡 有时候 这个有的 有的 因为他在茶 大昂记有的时候写睡 就是可能睡觉的时候 或是吃饭的时候 不观想而已 就是你除了食 吃 吃饭 睡觉的时候 不观想而已 那常常要恒理此次 那什么意思呢 常常的 经常的 就是你行住座位 行住座意想 这件这个地关的事情 关地的事情 不定善事 这样 因为让你念之在之 为什么要这样呢 让你这个种子更深厚 是这样 因为这个要不断的熏许佛 就这样 要关地也是这样 平常要关到 然后作这样 作此观者 名为正观 作此观者 这个词就是前面所说的 佛所说的法 从琉璃 从这个琉璃地 还有地下的砖研 这个七宝金传 然后扶持这个琉璃地的 它的砖研像 还有那个 这个都在埃兰 也是地下 地上的砖研 尋文在八 所以就根据这关 如果说你所观的 都根据呢 这个经文所说的 名为正观 是这样 如果说你所观的 如果唐管有说 你所观的和经文 不随顺的话 就定为邪观是这样 所唐管就是 你观的和经文不一样 就是要邪观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因为佛陀就告诉欧兰尊子 还有唯迪新的说 你谁想称你呢 名为初见什么 极乐国地 就是从那个水 刚才从水 冰到流离地 以及这个 观这个 地下的砖研 地上的砖研 还有虚无砖研 就是名为初见 这初见的意思呢 这个初就是内心很粗浅的 内心很粗浅的见到极乐世界 就是内心啊 你也不但兴许佛法 这时候你第六四呢 内心啊 地都是漫长粗浅的 不是维系的 不是相细的 现在极乐世界那种 地面的专业是这样 这个世界是这样 地官啊 是这样 地祥 那接着我们看 这看啊 在最后一行 一起念啊 若得三昧 见彼国地 寥寥分明 不可 据说 是为地祥 明地三观 那下面那个 我们想要万一讲一下 那个认乐 那个秤时观 秤了时观 什么 就是完全 秤了实际的观 就是你完全 实在的见到西方了 是这样 这个秤时观就是你 切切实实 而见到西方的极乐世界的大地 是这样 那见想观呢 是渐渐的观想而成就出来 是渐渐的 因为不断的寻取佛法 见就是见想观 是这样 这个意思 那这里面呢 那我们的三昧 什么叫三昧呢 这个是以禅定相应的般若智慧 叫三昧 也就是呢 这个三昧就是三谋地 所谓呢 它入定了 就是所谓三昧呢 它能够 比如说念佛 念佛三昧 那另外 人所一如的境 人类的我和所类的佛 是达成一片的 人所一如 就这样 就所谓呢 我们不念而念 念而不念 那种人所一如的境界 是这样 所有三昧是这样 然后念佛 自然的 因为得到那个定功的时候 禅定的时候 自然的见到什么 内心呢 见到什么 极乐世界的那种 见彼国地 见到极乐世界的大地 就切切实的见到西方的大地 是这样 而且 寥寥分明说 所见的是 那个大地是 切切其切 是亲主分明 是亲主分明 寥寥分明 就是切切其切 亲主分明 是这样 是这样 而且呢 不可据说 就说你 这个就集了那个专人像 没办法 据什么意思 完全 就没办法呢 说完全的 没办法 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 说完全的意思 没办法说完全的 就在 没办法完全说完全的 因为他 就是意思 非常专严 非常专严境界 是这样 因为说你在 也是说 你用什么样的神通 来说明 也是 希望极乐世界的好处 也说不尽的意思 不可据说 是不是定想明立三观 是这样 明立三观 那上面是这样 因为不断的去 那是有残定力 残定的波罗之位 是明立三观 所以立想 那请看 大家看一下 看到上吹户表第三页 这些我们看 炎兆大师的解释 就是倒数第五行 初心见祥 这三行一起念 初心见祥未曾定相 故隐初见 严其未明言 三昧正因三谋地 此番正定 佛隐等词 想成见地 不待作意 任令契合 渐进不明 如人学色 出身后熟 万无不重 严思佛极 为证番之 故隐不可据说 初心就是刚出 初学的人 来修学这个观想念佛法门 渐想就是你渐渐的 不断熏许佛法 渐渐的 熏许第八识 用第六识来熏许的 第六识来观想 然后慢慢 那个第八识呢 是一个种子 是不大的是这样 是未曾定相 因为还是未曾定相 未曾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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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初见 还有能念的我 能观的我 所观的境界 是这样 所以叫初见 初浅的 延期未明也 还没真正的 就是那内心没有真正的见到那种 辞日再大 的西方极乐世界大地 是这样 那三 这样像三摩 三摩地 就所谓证寿 又换证定 证寿要证定 那就什么等词呢 这等就是 这个等 第一个等是什么意思呢 这等就是内心怎样 不散乱也不昏臣 这个词就是 心力尽心 人念的心 和手观的境界 达到 一辱的境界 就是人所一辱的意思 词就是 人念的 譬如说 我就念法 词评念法了 人念的心 和手念的话 已经 就是 没有人所一辱的意思 就是说 能够不念而念 念了不念的意思 就词了 心力尽心的意思 那想成见地 这个想成见地 是这样 不带座义 不带座义 这想成见地 是这样 他观想成功 成就了 而见到什么 极乐世界的大地了 确实 不用座义 座义是 他不要 就是那个人所一辱的 一般我们想 都在座义 什么叫座义 我这么讲好了 现在了解一下座义 座义 看哪里 看那个 倒数第一行 座义 什么叫座义 这一行一起念一下 紧急心肿令其现行 以为体性 引现其心 其所言尽 以为业用 这个座义就是 这个座义就是 新起的意思 一页就念头 把念头兴起来 为什么这讲座义呢 就是说我们 今天 你要认识一个境界的时候 某个境界的话 一定要内心要注意 内心要注意 要生起一个念头 才会知道 如果说你没有注意的话 你没有心情 你不会 就是你不对 你想认识这东西 比如说这个佛像 比如说这个佛像 你要想对他 就是说你要认识他的话 你要对他注意 如果说你没有心情这个 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 这样 就是这样 虽然看到他 就是这样 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 是这样 就是他意思 还是说你要 听阿弥陀名号好了 你就是 你没有注意的话 就是这样 听了什么 听了不稳 就是这样 所以座义很重要 是这样 座义你要紧接心 这紧接心什么 座义的意思就是 心起念头的意思 座义的意思 目的是 紧接心手 心碗和心手 什么心碗 就是微识里面 心碗和心碗 就是八识 炎耳鼻舌生意识 对不对还有什么 莫娜识 还有阿拉耶识 第八识 就是八识 心手是五十个心手 那些 你的那些 种种 比如说 你的益圣节念力会 别禁 乃是你的那种 信心手 信经济常规 那种 紧接心种 立体现起 什么意思呢 紧接心种 那紧接的意思 怎么讲 比如说 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一个疗坊里面 一个房间里面 住了很多人 刚好有个小 一个盗贼 想来偷东西 想要进这个房间 偷东西 刚好有个人 起来了 这个人 这样 就把其他人叫起来一样 紧接的心种 就把 刚好一个人看到了 马上紧接 把其他人叫起来 心完就把其他人叫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 紧接心种 立体现行 注意 要偷东西了 是这样 作为体性 是这样 紧接心 那 它的作用是什么 引现你心 其所言心 令你已经现行的心 或还没现起的心 去向什么 所言境界 就是你要注意 你今天要 今天你要对某个境界 今天认识的话 他能够引导大家 去向那个 你所要关的 所要能够想要见闻 結智的境界 是这个意思 印险境 陷阱就是你要 只要关到 因为你要注意到 其他的心所 有没有 去向这个所言境 是这样 这个作意就是 人家的意思 人家的心生 就是种种法生 就如理作意 当你如理作意的时候 那种种上法 慢慢显现出来 是这样 那不如理作意 当你显示一个恶念的时候 这时候 种种的恶法 就现行了 就慢慢现起来 是不如理作意的意思 那这个作意 为什么很重要呢 为什么要解释这些 因为我们念佛 今天词面也不是要做意的 很重要 很重点 因为你强悍 因为你没有注意的话 你怎么能够射地听 就像 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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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讲说 就念 就说 怎么讲 就念什么 那是 就类似那个心不专业一样 因为虽然念佛 心在想 想其他地方 就这样 妄想杂地来 所以做意很重要 这个作意就是你平常要 要如理作意 就是平常要寻许佛法 就是这样 因为古德怎么讲 也是 英华他也这么短 他说 心肠绝躁 不随万转 心肠绝躁的意思就是 你要心里要有 那个作意的念头 今天 我们念佛都这样 要先作意 你才能够塞射地听 说作意很重要 心肠绝躁就是一种 表示你要常常如理作意的意思 因为你如理作意的时候 才能够射地听 来寿辞这句名号 是这样 所以作意很重要 是这样 作意也是这样的意思 那这里面呢 回到这个刚才 在颜兆大师的解释说 在地上 想成见地 不带作意 他不要等 这意思是什么 因为这个人 平常在休息 他休息 他善根深厚 修了成就 意思是他已经得到成就三面的时候 达到 人所一辅的时候 就是人所一辅 没有人内的我 所内的境界 没有人观的我 所观的境界 人所一辅 所以不带 不要等待作意 所以任意契合 不假造作 不用任意契合 不要假造作 没有人所一辅 他已经达到 人所上面的境界 任意的 任意的 不用假造 不假造作 就任意的 方有自然 能够和境界相契合 是这样 所以见到极乐世界 非常清楚昏明 是这样 见见昏明就是见到 清清楚楚 是这样 要有昏明 下面的一个P说 就像P说说 这个大师P说 就像我们一个人在学习射近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很生疏 后来慢慢的不断的续 不断的续 不断的 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学习 慢慢就后门就熟练的 那熟练的 因为你这样不断的 什么花舞不动这句话 你知道 就是你 不要等 就是你每次花就会很重 应该不用注意 他知道 应该非常熟练他 一下子 这样一出手 就撞到那个 把的 剑把的红心 是这样 把的红心 你这花舞不动就是 因为他不断的学习佛法 不断的熏习佛法 是这样 所以 每一出手 都不必注意 不必注意 不必注意了 他就 一直 就撞到那个 撞到那个 那个目标了 是这样 然后下面说言诗剖极 为证万之 就 那不是心诗可译的境界 因为上面是 言诗 不是 就是 不是言语 不是言说的 思维的 就是不是心诗可译的境界 剖极 没办法 没办法 很难思维 言剖极 为证万之 就所谓 如热淫水 冷暖之之 就是那种境界 殊胜境界 那种上面境界 为证 只有证道才知道的 不可 不可据说 就是极乐世界那种大地 那种专严相 就是你这种怎么样 怎样的神通 那依着 那个极乐世界那种 专严境界 没办法 没办法说 就是没办法 说完全的世界 完全没办法 据说出来的 是这样 所以三昧境界不简单 因为三昧 这个三昧就是一种 你禅定相应的波罗智慧 是这样 定会的功德 是这样 在这里把这个第三关有讲过 第三关 地想第三关 第三关 那第二关是水想 地啊 这个水想 地 第三关 接着我们看一下呢 我们看他的利益啊 就是你观这个大地呢 观地有什么利益啊 显示利益啊 这 我们一起看四九页 这两行一起念 佛告欧难 如此佛以为未来是一切大众欲托苦者 修士观地法 若观是地则 除八十亿解生死之罪 此称他是必生敬国心得无疑 作是观者 名为正观 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这是佛陀呢 就告诉这个欧难尊者说啊 如此佛以 此就是受持啊 你要好好的受持 佛陀所说的话 佛所说的法 佛所说的法 佛以佛所说的法 这受持就是解形必要能够念之在之 就是能够全解福音一刻都不安松 未来一世的大众 这个大众就是说呢 就六道就是所谓那个 那个 以六道的众生啊 因为他甚至在苦海中啊 就是这样 是这样 为什么叫在六道的众生 因为下面有欲托苦者 就指他 对这些 那些想要 脱离溜斩生死的众生来讲 是这样 未来世的大众是这么讲 为欲托苦者 欲托苦者 这个脱禾苦者 脱离生死苦恼的众生来讲 欲托离生死苦恼的行者 烦恼者 欲托苦恼者 欲托离这个流转生死苦 以及今生的报苦的人 说什么 是观地法 就说是观地法 就是你要 意思说你在以后呢 等佛陀内伴后 在结业经典的时候 要把这个观地法 这个观想法讲出来 说出来是这样 意思说是观地法 那观地有什么 下面要讲 你观这个地有什么利益呢 有利益 能够除去什么 八十一节生死之罪 就是你那个八十一节的生死罪 就是那些 来自五逆十二的重罪也有 也是可能包含在那里面 也是这样 这个就是说呢 因为要怎么这么讲呢 因为你观地的时候 内心清静 因为你清静的时候 形成什么 清静的精气是这样 这时候你不断的熏许佛法 这时候你内心也能够增长的智慧力 是这样 因为你想想看 因为你不断的观 就不断的熏许第八十 第八十也行到清静的境界 所以在不断的熏许 内心的漫人清静 是漫人清静的 一进来 你能够观到那个清静的境界 表示你内心清静 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这样讲 这维摩金怎么讲说 若菩萨义得净土 当净的心 水里心静 则佛里静 若相会会讲 水里心静则佛里静 就是你心清静的时候 你才能够看到清静的境界 是这样 虽然你今天能够观到 那种极乐世界的大地的话 那表示他 那个共襄搞 那个内心的那个波罗智慧 就是他得到 虽然表示他波罗智慧 说他内心你看 是清静的境界 是这样 虽然说业障 虽然被 那罪障都消除掉了 是这样 虽然出现了八十一节的圣食罪 那些重罪 圣食重罪 是这样 而且呢 舍生他事 就是舍生意思是说 夜暴静的时候 他就是这一生的那个 那个寿命静 就是夜暴已经静了 寿命中了 他是意思 那转生他 下一次 那你这一生的寿命中了后 寿命静 要转生他事的时候 转生他事 来生的时候 他就来生了 下一次 门生他 门生他 极乐世界的是这样 而且呢 你那个 对性的无语 无语叫什么 没有依负 没有华语的 就是你 对这个 极乐世界 那个 中暗境界 没有一点依负 而且呢 有绝对的信心 绝对完成极乐世界 就你决定 有信心 对门生 门生到极乐世界 有绝对的信心 性的无语 没有一点依负 是这样 必胜禁国 就是你完全决定没有UFO的 决定有决定的信心没有UFO的 那请大家 我这里稍微讲一下 这官者 这个地者 这个是这样 这个地官 这个也是 有时候官是这样 一般我们是不是讲 只官环境为地而已 没有说什么流理 因为官大地 有时候你拜佛的时候 整个是一片平平坦坦的大地就好了 有时候你官大地下钻研那种七宝金船 有时候很难关 其实只想象 有时候官大地 因为它是钻研境界 你看八个面都是什么 都是白 都是翁肿这么好产 而且你想想看 它能够勤留意地 很大 很难关出来 真的太大了 你能够把你 但是我们就这样 随着经文这样 异想就好了 了解一下 当然我们在思维 不一定正切 但是我在思维的时候就慢慢的 慢慢的这样 随顺什么 随顺这个圣灵量是这样 顺着如佛所说的法是这样 那这里面是这样 那我看一下 这里面就说官地者 这官地这个地 我稍微就讲一个故事好了 讲官地这个故事 就很难讲了 很难找到 我再讲一下 慈地菩萨的故事 慈地菩萨的故事 这个在观世音普洋评有一位慈地菩萨 有没有听过 对不对 慈地菩萨 还有一个在人眼经 也是一个同样的慈地菩萨 这个慈地菩萨这样讲 他在人眼经是怎么说的 人眼经也是根经人眼经的一个典故 就佛陀说啊 就佛陀请那些那些这些圣 成就圣道的菩萨们说到他如何成就无声发展的境界 这在慈地菩萨就讲了 就在阔气深中啊 他曾经是一个比丘 就在一个在普光如来的时代 普光如来的时代 他这个比丘 他那时候应去的时候 内心就是这种慈悲心了 他看到呢 如果地面上如果高低不平的话 让人家一些人让人家行走 或车马交通的车马车啊 车子或马车马交通不容易有 能够阻害他通行的话 他怎样 花心 把他填平 把这个路不平的填平 而且呢 他就建造什么 桥梁 容易过 让通行 而且乃至呢 他就自己背负着杀死 把不平的地方填平 是这样 把填平 这个他 就是这么生生世世 勤苦的努力 经过无事解斗在做这种事情 这个人就是很慈悲 他就把地面上平了 就这样 就这样呢 就是从普光如来那时候 就这样 无事世世世世世都这样做事 所以到了一尊佛叫匹瑟佛或匹瑟佛佛的时代 匹瑟佛佛在 那时候那个时代也是有激方啊 他也是常常有慈悲心啊 常常背着人家 背人家去 有些人可能是行走不方便 背负人家去 背人家 不论那个路途长眼 不论路途长眼或是眼镜啊 都只拿微薄的钱而已 帮忙人家 有一次呢 因为就是这么一次 就是有一位国王想要供养 供养这个 匹瑟佛佛以及大洞生 这位呢 这个就是他这位 就持利菩萨的印第 那时候他不是菩萨 他就发心了 把这个在佛陀要走的道路里面 你就把整个填品 把地整个填品 让佛陀能够很顺利的通过 是这样 把地填品了 填品 然后供进了 在等候佛陀的道理 因为国王要供养这个佛陀 他在佛陀要走的路 把他填品了 这时候呢 供佛陀 这时候呢 佛陀那时候就 来的时候呢 等到佛陀就摸他的妥说 你那 当 佛陀就这样讲 跟他讲 当平心地 当平啊 要填品你的心地啊 你心地平的话 世界的土地 都平整的 佛陀就跟他讲 你把心地平 你把心地平的话 你眼前的大地 眼前的世界 他就平了 他听到这句话 怎样 心开意洁 悟到了 哇 这是什么呢 就不解 因为他深深深地把这个道路修平了 真就是这样 有这个善根 等到这个 皮色浮佛 为他开示的时候 你要当平心地 眼前的世界地 世界地就平掉了 是这样 眼前的平就平整了 之后心开意洁 一切微心照 是这样 微心你心要平 眼前的静就行 就像你 就像你 我说 刚才那个 维摩接近怎么讲 垂直心静 则佛 你心清静 你眼前就清静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时候 他心开意洁 他只能观照 我这个设身 整个尘 微尘 这个微尘 和眼前的外依报的境界 依报的境界 他所依的记者的境界 那微尘都是等无差别 没有差别性的 都任何是平等 都平等的 这个设身的微尘 和眼前大地没有差别 悟到什么 无声发冷是这样 悟到无声里发冷的境界是这样 这个讲到这个 此地菩萨 这个我们讲 这个大地 这个有点点故这样而已 特地菩萨的故事这样 那这里面 我们讲到 再回到 回到江表这边 说 他这个 他因为他成就这个信心 他不然能够 那个 消除罪障 八十一解释 而且呢 往生到极乐世界 决定相相信 那个绝对的信心 往生极乐 而且呢 看见 作诗观者 名为正观 诺涛观者名为邪观 作诗观者 就是说你 所观人境界 和是金文 所讲的是一致的话 就叫正观 作诗 这个诗就是指 金文所说的话 你说 你所观的 所作 就所观的 所作诗观者 就是你所观的 都和这个 是 就和那个金文 如是 就是你所观的 和金文 所讲的 都一致的话 就叫正观 如果你所观的境界 不能和金文 随顺的话 就和金文不一致的话 就叫写观是这样 都通过就是所观不同意识 是这个意思 接着我们看一下 接着把这个地观 讲完了 换句话说 目前我们讲的三观 第一个是若日观 它是水观 在地观是这样 现在地是这样 怎样讲 它讲水想地想 是这样 那接着我们看 宿观 这宿观是两部分 节点生破 就是你把全部讲完了 然后就把那个地观讲 要怎么样 要怎样 开启 开启 后面那一观 就宿观 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 节点生破 科判 就是 再来看 我们这就是地观 宿观 这样一起念一下 佛告欧难 即为底西 地想成你 次观宝树 就以地观 观想成功后 成你就观想成功后 接着 次就接着 跟这个顺序 在观什么 七宝妙数 七宝妙数 这七宝妙数 我也是我们要参考那个 这个因为要参考 无量寿静也讲到了 等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看读那个经文 就是倒数 倒数第二 就是倒数第二 甚至第一行 甚至第一行 还讲 光宝树 我们现在观这个 种名数题 就说明 是总标 意思 总标 总标 这个数 它的体性是怎么样 是什么形状呢 我一起念一下 观宝树则 一一观之座 七重行树翔 一树高八千有行 其诸宝树 七宝发业 无不具足 一树 在里面 观宝树则 就是你观 你观这个极乐世界的七宝妙数的话 一一观之 什么意思呢 是每一颗的宝树 都是这样观 都是这样观的 怎么样观呢 做七重行树 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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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想它是种七重 什么七重 七层一层两字 什么意思呢 就把一棵树 分成七部分 七层一棵树 不是七层 七层意思 整个七分分 要从观树根 树茎 树茎就是树干的意思 树枝 树枝大树枝 树条 就根茎 树干 枝就是大树枝 条小树枝 叶发果 七部分 要从七部分 去观到 观这个七重航树 观这个树 航是什么 一行一行 它是一行一行的树 一行一行 但是要观七重 就是七层 怎样讲 七重航树 是这样讲 那这里面要怎么讲呢 请大家看到 上车户表第四页 第四页 这根据善导大树的解释 其实这个里面 其实是在无量数据也讲过了 只是说再了解一下 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就是上车户表第四页 第三页一起念一下 此名 彌陀敬国 广阔无边 宝树保灵 七七行为良也 今年七重则 佛有一树 凡金为根 紫金为敬 白银为枝 玛老为条 三虎为业 白亿为发 珍珠为果 如是七重 互为根境 乃至发果等 七七四九重也 佛有一宝为一树则 佛二三世乃至百千万亿 不可收保 为一树则 此意彌陀经 意中 以管论境 顾名七重也 言行者 彼国灵树 虽多行行 整直 而无杂乱 言详者 未行真观 自在随心 要借假想 以助心 幻人正义也 此名 珠宝灵树 皆从彌陀 无落 心中流出 由佛心事无落故 其树亦事无落也 这里面 其实在无量初也讲过 让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平常要有这个认识 就是你要 虚许佛法就是这样 虚许 目的正常 正常我们信解力 对三宝的信心 乃至对我们极乐世 让我们星球极乐心 是慢慢显现出来 是这样 因为称名 广阔无边 是在切实 极乐世界上 就究竟如虚空 它是像虚空一样 广无边际的 那宝树宝灵 这种七宝妙树 它这种七宝妙树成就 那种圣灵境界 不是以七行为良也 哪是七行 这是七重 一行是一行 你看那 那谁啊 那个上海之后 就慢慢解释了 什么七重 有时候一棵树 它是根 这个七重就是根基一棵树 它的分成七部分来讲 七部分来讲 七种就是七部分 这个我们就知道 有时候呢 说如 你看第二行 如是下面 有时候因为 说每一个如是七重 互为根基 乃至花工等七十九重也 就是说 这个树干可能是 当然是环境对不对 也可能是 纸巾为根 也是可以白鱼为根 可能马尔为根 可能上午为根 可能是白鱼为根 珍珠为根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 来根进树干 树干也可能有七种 七个不同的金属 珍宝 那树枝呢 大树枝 树枝就是大树枝 树枝就是大树枝 小树枝 也同样七种 有七种珍宝 来形成的 所以 三五也是一样 叶 叶也是可能有七种珍宝 这里面 所以 七次永存也是一样 这根境 枝条腰口 这根有七个 乃至呢 这个花果 也是同样有七个 吃久就是意思 不同的成分是这样 同样的就是这样 这个意思 那下面是讲呢 又更复杂 不是复杂 就是讲更多的心境 或一宝为一数者 一宝就是可能 或有二三四宝 乃至无数宝 无数的珍宝为一数者 就是这样 就是可能一宝什么意思 完全是还金做的 从根境枝条腰口是 重新还金的 或二三四宝 是这样 所以那个极乐世界那样 太 什么这样 太广阔了 可能是 在台北市 前面是一宝合成的 在西白市 二三四宝合成的 又这样 不一定 所以今天极乐世界太广阔 太囚禁如虚空 管路无边际 是这样 就像这个意思 就是你在讲说 在观地观 流流为地 流流为大地 对 那什么 以凡金做大路 就这样 那在有那个意思 有那个意思一样 那这里面呢 这个 沙尔大学中 这种含义 在弥陀经的义理中 已经说 已经广泛的讨论 讨论完了 过名七宗也是这样 这七宗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从 一棵树的分 把一棵树分成七部分来讲 是这样 不是 那这个七宗不是七行意思 要了解一下 那什么叫行呢 就一行一行的意思 比国就 虽然这个极乐世界 非常很多的那个七宝妙述 但是呢 一行一行的 非常整齐 有扎乱的 是行相当的 意思是这样 那这里面 言详 什么叫详意思 这详就是意详 意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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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 未显正观自在 什么意思呢 未显正观自在 因为初学者 不熟念 不熟念 未显就不熟念 什么叫详观 就是你那个心 这详观就是什么 你心如明镜一样 所谓呢 誤来什么 不去 誤去呢 不留 是这样 就是你详观那个 就是你内心 有那种 观照力 就是详观就是一种 类似一种 空观的智慧 假观的智慧 重观的智慧 这个意思 就是你知道 你这个内心的清静 正观就是你内心的 心如明镜一样 能够 能够 对 所以我说 誤去 誤来 不去 就是你能够观到这些境界 你也不升起 爱着心 重来 他离开了 你也不会有点 爱念之心 就这样 所以我誤来 誤来 誤来不去 行在我这个禁止上 我也不会升起 爱着心 甚至 他内心的 都不会 乃至 不然 你这个正观就是能够 对面对境界 是如如不动的意思 所谓誤来不去 誤去不留 如不动 是这样 显现在境界 正观的意思 例如空观的智慧 假观的智慧 中观的智慧 是这样 这个正观的意思 心如敬 就明敬的一样 那自在随心 这个自在心是什么 形容正观的意思 因为他能够很自在 有自在力 随在内心的行性而行 就是你这个 这个自在随心 在形容正观 他很有自在力 内心也是 虽然随心 心性而行 因为他念念有什么 和正如自信相应 所以能够随心所欲 是这样 随心所欲是这样 随心所欲 所以自在随心的是这样 因为你们要达到这个正观的境界 未熟悉 你没有熟悉这个 那种我空法空空的智慧 所以没办法随心 未嫌的 你没有熟悉嘛 所以要嫁解什么 假想与助心 假想就是 假想与助心 假想与助心 就是意念与助心 就是我们自己用第六四 藉着随着这个经文所说的法 慢慢观想一下 意想一下 助心怎么 射助我们正的心 射心 助心用射心的意思 安住我们正的心 而且假想是这样 因为其他我们讲过就是这样 这假想就是 你其实用第六四 熟悉第八四 你不断熟悉的话 就像刚才我们举这个例子一样 就像灵之大使手教一样 就是像射箭一样 刚开始很不熟练 箭戒的不乱熏 你不乱想 想自然很熟练的时候 就发而不重了 自然不用作意 就射到那个箭拔了 是这样 就那个意思 所以要借假想与助心 就是这个意思 安住我们正的心 因为我们正的心 是信的义马的心 是第六四 是这样的正义 才能得到这个真实的利益 让你正到 因为这样得到利益 也是正义 这比如说 这个众多的 这些七宝妙事 都是从弥头无肉心中所流出来的 这些七宝妙树 无数的七宝妙都是佛头 所以自然 因为佛心是无肉的 所以树也是无肉的 意思说它不是 它不是幼苗小树 慢慢成长出来 它一下子大树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在这里 所以我们大概这个七宝 七宝杭树讲 这边又是了解一下 把这个七宝杭树的 七宝杭树的含义了解 就是根据这个善导道士的解释 其实我们看一下 回到讲表 就是平常在这边观想 根茎之调 一二八国这样 但是你看 它什么 一一束 在这边讲 一一束高八 每一棵 每一棵宝树 每一棵宝树 它高度有什么 八圈油群 这油群 一油群 什么油群呢 大概有四十瓦里 或六十瓦里 八十瓦里 一瓦里 一瓦里等于0.5公里 所以假设一油群是四瓦里的话 四十瓦里的话 一油群大概二十公里 所以一油群大概有十六万公里的意识 一油群是一般来讲 什么要一油群呢 是以前古代的驿站 比如说从台北市到新北市 大概二十公里 大概二十公里这样 到驿站就二十公里 然后台北市大概 大概二十公里 大概二十公里 就是那个驿站一样 类似游行的意思 驿站 所以把那些设定 就一油群 比如说一油群呢 四十瓦里 六十瓦里 八十瓦里 那这里假设说 四十瓦里好了 等于二十公里 所以八经浩学到 八经浩学到 十六万公里 你看到吗 他那个高的经浆 超越我们的想象 这样 那我们了解就好了 那你就会 非常高的一个 非常高的那个气包 一刻就这样了 而且呢 他讲 奇珠宝树 奇珠宝花园 无不具足 就这些啊 珠宝用珍宝所形成的这个宝树 有各种珍宝 其珠宝用各种珍宝所形成的宝树 它具有什么 七宝所形成的花叶 就是意思哦 这个宝树啊 它里面的各式 花和叶都是七宝合成的 是七宝合成的 那树上的那些 这个宝树上 那个树上的那些花 以及叶子 都是七宝所形成的 是这样 而且就是既然形成 而且呢 无不具足 什么意思 就是认了一棵七宝庙树 都是什么 七宝合成的 是这样 七宝 七宝合成的 是这样 每一棵树都是这样 都是七宝 是一样 无不具足都七宝合成的 七种珍宝所合成的 是这样 无不具足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再回到 再回到 回到 就看到二十页这边 就 它这里面就讲到专临项了 这是 刚才讲的是 把这个树的体 把这个树 它的高度 它的一个七宝行数 了解一下 你要观树 这个就 一个概念 它是用七宝杭树 七宝杭树 是这样 对树的 就是 换句话说 整个树都是 真保无成 不可思议 对不对 不可思议的境界 接着我们看专临项 里面分成两部分 官民专严还有 发果专严 这官民专严分成两部分 也是用 发果专严还是树网的 就七宝网的迷糊 官民专严分成 发果专严 怎么讲呢 发果专严 这两个一起念 一发月做一宝色 琉璃色中出金色观 玻璃色中出红色观 玻璃色中出车极观 车极色中出立珍珠观 三五五波一切众薄 以为应事 但是 这里面呢就是说 我想到那个 好可以的 那这里面我想到一个 忘记讲 就上市户表 上市户表第四页 上市户表第四页 我讲一下好了 忘记讲 对不起 可以给我想 等一下再讲好了 等一下再讲 应该 回到讲表 还是回到讲表 这边 那个 依花叶 对不起 大家讲错了 依花叶 做预宝色 这 这意义就是每一片叶子 每一斗花 都是什么 预宝色 都呈现那种 预宝 预什么意思 就是 以重不同的意思 他 它 以重不同的 藝就有不同的 это 以串不同的珍宝 所放出的銀色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 因为 这一段讲究 虽然是不同的奔和 比如说 他怎么讲 这藝宝色 出现那个 就是 特殊的珍宝光色 那藝宝色 就说 譬如說是黃色的珍寶 現在不是黃色的珍寶 黃色的色澤就是這樣意思 義寶色 就是你所換出的那個色澤和炎朗的珍寶不一樣 是這樣 義寶是這樣 很特殊的是這樣 與眾不同是這樣 因為就算你這個光 所換出的光明 光色 它那個葉子 它本身的葉 比如說葉子 色澤 色澤觀察是不一樣的 怎麼講呢 你看 劉璃這個怎麼講呢 看一下 看到今天的護表 第二葉 第二葉或許對義寶色比較容易講 比較容易了解 第二葉 第四行 第五行 一起念一下 第五行 一起念 體是七寶既成 本有七種色相 其所出之官 則轉變他色 故曰做義寶色 就是說 這怎麼講就是體是七寶 但是 譬如說黃金好了 它換一個金色 對不對 結果是換出的光什麼 轉變他色 不可思就做義寶這個意思 就是黃金的顏色的 可能是黃金的珍寶所成的葉子 那換這個是什麼 可能是其他顏色的色澤是這樣 是這個葉在這裡 義寶色 這個葉在這裡 那這裡面就是那個意思 剛才我還要這樣講 講到一個句話呢 就是剛才那個 今天護表 護表第一頁 這裡先講一下 剛才忘記講 倒數第三行 今天護表第一頁 倒數第三行 剛才我說 為什麼能夠成就那個心得無疑 那個消業障 消除那個種種罪障 而得心力親近的境界 我是應用那個 因為姬氏 他這部 《國安無量壽金》的世論是一位姬氏 叫李必成姬氏 他所寫的 所著作的那個解釋 我們一念 從第一頁 倒數第一頁 一念到第二頁 或以景觀其地 何人及得如此盛國 不知此地為受佛立即來盡德所成 唯為救度眾生而赦 然眾生肉不修觀 則彼此兩不相色 無從聯合 以缺乏總自顧 按維世離 眾生所依之氣世界 皆是所變現 盡以寶地另一觀之 寥寥分明者 其事熏許其事 使留深刻之印象 以葬世中 若本有出世敬蟲 則訓令長成 如獲畏懼 亦得熏心而生 由此便起根深器界 而以寶地為依報焉 法爾成就 顧允心得無疑 這裏面稍微了解一下 它講的是從唯事的角度來說明 說明為什麼能夠完成極樂世界 就是你為什麼能夠 心得無疑 就是你絕對的信心 絕對完成極樂世界是這樣 因為它在這裏面 因為我看倒數第一行 倒數第二 就是倒數第三行 下面不知此地 這個極樂世界 大地完全是無量受佛 就歐彼頭 因地不斷的無數節的激功雷德 所成就出來的 盡德 唯爲什麼 因為唯爲舊度中而色 極樂世界是為了度過終身 安逸出來的 但是眾生都不修觀的話 那別忘了 就是你別忘了跟它相契合 就彼此兩不相色 無從聯合就是 為什麼 切我總之故 就是你一切都是唯心所限的 就是你總之所變現出來的境界 因為第八是 就是我們知道 你的一報 正報就是第一報所變現出來的 所以它叫按道數 按維氏理 根據這個維氏的教理 眾生從一報境界 其中一報境界 你依止的境界 正報所依止的境界 就介事什麼 第八是所變現的 介事所變 看第二行 介事所變現 都第八所變現的 近在寶地內 你依觀之 就是你觀這個大地 從那個流離地到地上 地下鑽研 地上鑽研 虛空的鑽研 還是這個裡面能夠觀得很清清楚楚 即是訓取什麼 第八是 虛實第八是 始劉聖課印象什麼 以藏式中 這藏式就是第一八是 就是那個種子 那個藏式的種子 這藏式就是倉庫 就讓我們熏許佛法 因為這個不斷的熏許佛法 就是讓你這個深刻的印象 我是這樣 那個種子更深厚的種子 那本有其實它是有維氏 如果你本來有出世的清淨的種子的話 那月薪呢 那月呢 越成熟 越長成 越慢慢成熟 就是這樣 假說呢 假如沒有劇 假如沒有劇別出世那個清淨的種子 也是因為你這個 也能夠勳勳而生 就是剛剛慢慢勳許 剛剛勳許 而慢慢又成就出來的 那變成你的根深器界 這根深就是正報境界 器界是指一報境界 是這樣 這是因為我們知道 因為第八世是變現我們的 一之樂報的是這樣 而以保地為一報焉是這樣 佛有成就 心得無疑 就是說你 這意思是怎樣 就是剛才那句話 就是唯磨君說 隨即興淨 則佛你 興清淨 因為你不斷熏許佛法 這時候你心就清淨了 興清淨的話 這時候熏許第八世 第八世 因為你興清淨 就是第六世 念了一個這個 那個進法相應的時候 就不斷熏許第一八世 第一八世選現什麼 清淨的境界出來是這樣的 就是一切微心造的意思 所謂我心做心事 我心心做佛 事因是佛 事因做出生 事因出生 因為事心做佛 我第六世 觀想清淨的境界 就不斷熏許第一八世 第一八世呢 事心是佛 就是第一八世要選現什麼 清淨的境界出來是這樣的 有時候你用心得無疑 就是因為你不斷熏許佛法之故 這時候你內心 信的就是第六世 決定相信 我今天完成極德世界 給我吃這個意思 好 我們先下課了 好 我們看到了這個講表 二十頁 二十頁這邊 說講到這個 花葉專頁 就講到這個 一花葉做玉寶社 說每一朵花 每一片葉子 呈現了易寶社 就是說如果說這是環金座的葉子 它肯定不呈現什麼 環金的社子 那是環金色的葉子 不換出什麼 黃金色的光明 就是這樣 換出其他顏色的光明 是這樣 易寶社 特殊就是那種不可思議的境界 它這裡面舉例會怎麼 琉璃色中 換出金色光怎麼樣 假設這個是琉璃 琉璃所形成的葉子 琉璃就是琉璃色者的葉子 琉璃照的琉璃所形成的葉子 換出金色光 不可思議 那玻璃色中 這玻璃就是 玻璃不是現在 玻璃應該是水晶 玻璃一翻過 玻璃不是現在的玻璃 我們現在看玻璃都是人造的 這個玻璃是指水晶 印度的玻璃有水晶的意思 那水晶也是一種 紅白色 紅色白色的色澤 有時候紅色白色 還是透明的都有 所以你說玻璃 玻璃 由玻璃所形成的葉子 換出什麼 紅色光 就是這個意思 玉保色就是這個 但是在玻璃色中 這個玻璃是 紅色的玻璃 或赤白色的玻璃 換出什麼 白色的車級光 白色 紅色的那個 紅色的玻璃 換出白色的車級光是這樣 那車級色中這個車級 所形成的 車級色的這個葉子 換出什麼 綠珍珠觀 又不可思議 然後珊瑚琥珀 這珊瑚就珊瑚色的 珊瑚 珊瑚色的葉子 換出什麼 琥珀色的光 琥珀的光明是這樣 換出琥珀的光明 就玉保色就是這樣 那一切種寶以為應是 所有珍寶 一切種寶 所有珍寶這樣 都以這些光明和色澤 來互相揮印 以為 是就鑽銀的意思 就是這些 所有珍寶都以 這些光明和色澤 互相揮印 就揮印 來鑽銀這些 這些花和葉 是以這些 這些光明和色澤 互相交涉 互相滲透 互相揮印 來鑽銀這些 種種的花葉 就是這叫花葉鑽銀 接著我們看 珠網鑽銀就是怎樣 講這個 七重螺網那個意思 迷糊 珠網是 這個珠網就是七重螺網 迷蓋著 戶蓋著 很普遍的 戶蓋著七重螺樹這樣 這三行一起練一下 廟珍之網 迷糊樹上 一樹上有七重網 一網間有五百億廟花宮殿 如放望宮 諸天同子自然在中 一同子以百億世家 疲人且摩尼 以為陰若 其摩尼光照百遊行 猶如河河百億日夜 樂可據名 重寶堅湊 色中尚折 廟珍珠網 就是由珍珠 這個臨醉起來的一些這些樓網 真是臨醉起來的樓網 廟就是不可思議 就是那個意思 除了這個發育的珍珠網之外 還有什麼 還有廟珍珠網 這個非常廟 不可思議的珍珠網 珍珠連罪的羅網 它們這樣就是迷糊在樹上 就是七重 珍珠網就是七重羅網 這竟然迷糊 你這普遍的 覆蓋在七堡廟樹上 七重那個廟珠網就覆蓋在七重 而且每一顆 每一顆 七堡廟樹 有七重 七層的樓網 每一顆 每一顆堡樹上有七層的樓網 而且呢 一往前說 每一層 每一層 就每一層 就每一層 樓網之間 有什麼 有五百億廟方宮殿 可見那個太大了 那個 這是我們想像的 每一層樓網 每一層樓網 有五百億 五百億的那個 數量 廟發 所形成的宮殿 這發 這個宮殿是怎麼樣 廟 這個書 不可思 這個美好的廟 就唯廟的發 所形成的宮殿 這個 這個下面一個 意思 那個 是 好不到什麼程度 就這樣 放腕 放腕 是什麼 指那個 射界天 射界天 那個大幻天丸 射界天 大幻天丸 放腕公是指 射界 大幻天丸所居住的宮殿 他居住的宮殿 就是放腕公 就是他那個 這個宮殿 這個極樂世界的宮殿 就像那個 射界 大幻天丸所居住的宮殿 那麼專丸的意思 那麼宮殿 比那個 像射界大幻天丸所居住的宮殿那麼專丸 那這裡面你看 下面 諸天童子自然在中 童子 這童子不是指青少年 他是指一般來講的 兩個含義 第一個是什麼 菩薩的代稱 菩薩 我們說 有沒有聽過善海童子對不對 善海童子五三三 善海童子就是善海菩薩意思 童子就是菩薩 不是說青少年 這個第一個含義是 是菩薩的代名詞 善海童子不是一般的天人 第二個 天人的稱呼 天人 稱呼天人有時候他 下貌很專丸 複色很綿 就像童子一樣 天人 那這裡面 這童子都是菩薩來講 都是 諸天童子做 因為他為什麼 都是蓮花花生的 極樂世界你看到 在說至少都蓮花花生的 沒有生到病死 是這樣 有講 是這樣來講 是這樣 這些諸天童子 童子就是善海童子 都是善海童子一樣 那些菩薩 諸天的菩薩 諸天童子 自然在中 都在廟花宮殿裡面 OK 每一位 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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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 都在 而且 五百億 四家贫人且某 就是他们以这个 这些五百亿的什么 四家贫人且这是人圣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请大家看到 今天户表第二页 四家贫人且 什么意思呢?看一下模拟 就是倒数帝王啊 一起念一下 四家贫人且此云人圣 模拟此云离阔 亦隐如意 人圣世间一切 亦贞宝之宝珠也 意思说 他是这个模拟宝珠 模拟宝珠是 非常殊胜的意思 超过一件事就是非常殊胜的 模拟宝珠 用四家贫人且 四家贫人且在形容 模拟宝珠 如意宝珠是这样 就说他们 用这个作为阴肉 阴是带在 脖子上的叫阴 挂在胸前的叫什么? 肉 戴在脖子上叫阴 挂在胸前的叫阴肉 就是用这个 无数的 这个 鲁翼宝珠 来钻似它的色身 因肉就是钻似 用这个 因为他以 以這個殊聖的魔力寶珠作為陰肉 來鑽領它的色身是這樣 以為陰肉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形容這說明 這些魔力珠的光明下面說 這些他們所帶在這個身上的魔力陰肉 魔力寶珠的光明像 什麼光明 能夠照百合型 能夠照什麼 數十 就是數千公里 數千公里 因為一合型能四十萬里好了 那就會照百合型 照要數千公里 而且它光明像 猶如合合一百日夜 猶如就是一個批譽說 好像呢 像合合 就是說 合合無數的日夜光明一樣 就是光明 就是意思說 這光明特別光耀 就好像 猶如就好像呢 你把 好幾百 無數個日夜 日光夜光 日夜的光明那樣自盛 就是你把 合合就聚集 猶如好像聚集 無數的日夜的光明那麼自盛 就是意思說 形容上 這光明的照耀太殊聖了 為什麼呢 像下面 再上來看 你看 不可聚明 因為它這個光明的燦爛的境界 不可聚 就聚就是完全 沒辦法完全 名這麼意 形容意思 說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 形容的 是沒辦法 沒辦法 完全 形容的是 哪裏 哪裏延傳 就沒辦法形容的 就是沒辦法 沒有聚明 很難以用原理來形容的是 鑽明 時間可以這麼講 形容 沒辦法形容的 那個聚明不可完全形容出來的 所以它的這種光明燦爛的境界 由於說那個模擬寶珠 所換出來的光明太殊聖了 那個等於就是聚集的 無量無數的那個日夜光明 是這樣 所以說那個光明燦爛的境界太殊聖了 是這樣 這裡面要去句點 以前我第一次講的那豆點 這裡面要去句點 那像 重寶堅重 社東方者是一直看 直接要指這個七法廟書 它樓網 陰謀當中 有夾雜什麼 重寶 還有這個重寶是指 除了陰謀以外 這個還有無數的重寶以外 還有眾多的珍寶 尖什麼意思 夾雜 有重 就在這個樹 這個寶樹的樓網 陰謀當中還有什麼 夾雜的很多珍寶 然後它互相交錯非陰 叫做非陰之下 所以在他們這些 他們都是互相非陰 而且是在一切光 就是在一切光色中 是最殊勝的上人 在一切光色中最有殊勝的 就是意思中 這些眾多珍寶 夾雜在這個樹網 樓網中 他們是在一切光色中最有殊勝的是這樣 所以這意思 就飢餓世界啊 他的眾多珍寶都是非常殊勝的 聖話就是這樣 再說明 這裡面講把那個七重樓網 就是在那個樓網之間 每層樓網之間的那個境界 就是五百億 那種 五百億的那個廟花手心的宮殿 就說明一下 乃至那個諸天通子啊 他們的那個境界 所帶來映露 顯現無數的光明 燦爛境界是這樣 好接著我們看一下 花果的鑽園 第二個花果的鑽園 花果的鑽園 我們一起念 此之寶樹行行相當 夜夜相似 一眾夜間 生出妙發 發上自然 有七寶果 一一素葉 眾管正等二十五遊行 其夜千色 有百種化 如天殷落 有眾妙發 作鹽無談金色 如玄佛輪 完整夜間 永生諸國 如地是平 有大光明 化成床帆 無量寶蓋 世寶蓋中 映現三間大間世界 一切佛事 萬佛國 亦宗憲 此之寶是 這些眾多的奇妙奧術 行行相當 行行相當 一行一行 排列的有次序 就像剛才我們在七寶航書那裡講過 就是 它是整相當 什麼相當 相對的 相對 意思說 他們相對 排列有次序的 幾難有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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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序幾難 是不是雜辣無章的意思 相當是相對的 而且 那個哪裡 看 這是頁相當是 這裡看 第幾頁 對 警察看一下 看那個 再看一下好了 我先把頁相是 相是順序的意思 看今天戶表第二頁 第二頁 唱好就看到就好了 當就對也相對 當就相對 就是他們相對的 很有 是人 刺序幾難 排列有 排列有很有次序的意思 然後頁相是 頁相是 刺就順序 很有順序的 表示他 每個頁都很整齊的意思 每個頁是很有順序的 很順序的 像我這樣順序連接 就這樣 順序連接 這是誰誰 是那個 李英知大師 顏照大師所說的 順序連接 他是這麼講 那這裡就是很有順序的 就是每一個頁 他是有順序的 是這樣 那在你呢 那在那個 文道書記怎麼講 他是怎麼講 向南的 全部都向南 這是向北的 向北的 向東的向東是這樣 順序的是這樣 整齊是這樣 整齊畫一這樣 相序 相次的 然後我呢 再講到 花果的關係 在眾多的數學之間 有沒有 生出什麼 奇妙的花 而且呢 花上自然 發了自然有什麼 七寶的 七寶果的 這樣有生氣的七寶果 意思是怎麼樣 就是 花果同時的意思 花和果是同時生出來的 這怎麼講呢 一般來講 我們說 蓮花 蓮花 是因果同時的意思 但是呢 這裡不是蓮花 這是一 其妙的花 不是一般的花 所以說 這裡面講到 因果同時 所謂 應該 應該 人家應該 果海 果是因你的意思 就是說 說明呢 因果同時 這因果同時 什麼意思呢 就是怎樣講 花就是因 果就是果 因果 這邊講呢 世音咒佛 世音秀佛 就是說明因果同時的意思 這是在這裡 就在這裡 這讓我們了解一下 因果同時的含義 發上自然 花和自然 有七寶 七寶果實 這樣 表示因果同時的意思 然後這裡面呢 有發 然後這張 一樹葉 縱管正等 二樹葉 在上面又講樹葉 每一片樹葉呢 縱管就是長度 縱是長度 寬的 廣是廣度 寬度 縱是長度 廣是寬度 正的事情 相等於是 長度和寬度是 相等於是 25U型 25U型 大概就是 如果說 一U型是40公里的話 大概 50公 500公里 500公里 鎮火太大了 這個樹葉 很大 500公里 然後接著 就講葉 這葉子 具有什麼 數千種顏色 因為它是有 眾多的珍寶合成的 集合世界 這眾多都是珍寶合成的境界 而且 有百種畫 這個自然 就顯示出來 它是畫的 意思是葉脈 就是自然 因為有眾多的珍寶合成 所以顯現什麼 有百一千種圖畫 就像那種葉脈 包括自然 這個葉脈 就顯示出來 有百種圖畫在葉脈裡面 用這個 用這個 如天音樂 來形容什麼 葉脈的白種畫 怎麼樣 就是這種 幾百種的圖畫 這葉脈 就像 天人手帶的音樂一樣 那麼鑽演是這樣 天人手帶的音樂 那麼鑽演 接著我們看一下 這個 這個廟花 因為這個廟花是在 珠寶之間 有眾多的廟花 做岩屋潭金色 這個具有岩屋是樹冥 潭是河流冥 印度都把這個河流冥 河流的名字叫什麼 潭 潭這個潭 岩屋是樹冥 潭是河流冥 他把這個岩屋潭這個樹冥 他呈現什麼 聖金色 金色 這個岩屋潭是有聖金的意思 蘇聖的金字 岩屋潭金色 怎麼講呢 請看岩屋潭這個岩屋潭 怎麼一瞭解一下好了 看到今天的復表 第幾頁 第三頁 這是根據那個敘法大師 敘法大師的解釋 什麼叫岩屋潭 這兩個一起唸一下 岩屋潭 此吟盛今 岩屋樹果水枝 典物曾經 陰流入合 染食曾經 其色赤盤兼待止焰 這是敘法大師的解釋 就是瞭解岩屋 岩屋是樹 它是樹 它沒有講岩屋是樹 潭是河流的名字 河流名 因為印度人他把河流叫做潭是這樣 岩屋潭 此形聖金 聖金 分成中文叫聖金 因為岩屋這樹 這條棵岩屋 果水之後能夠點霧成金 這個不可思議 把他接觸到的東西 變成金子一樣 所以當他流入合裡面 就把這個河上的石頭變成金子是這樣 但是本身它是赤黃色的 金在紫焰是這樣 金子的顏色是赤黃色的 帶有紫焰 帶有金在紫色 叫紫金色 意思是紫金色的黃金 岩屋潭 岩屋潭 岩屋潭金色 既有那個蘇盛的金色 那金色就是紫金色的 就是岩屋潭 就是妙花是前聖什麼 既有能夠顯現什麼 那種蘇盛的紫金色 意思來講蘇盛的紫金色 那色本是怎樣呢 他現在講 玉 玄火爐完整夜間 說明它的相貌 意思就是說這些花它不是靜態的 它是什麼 動態的意思 不是靜態的 如旋火輪 旋轉的火輪 就是這個光明很照耀 能夠像一團團的火光在旋轉一樣 旋火輪就是一團火光旋轉轉動 在哪裡轉動 就完轉夜間 就是花 就在樹葉和樹葉之間 在輾轉飛舞的意思 完整就是在樹葉間之間 輾轉的黑飛舞 它是一種團團的火光在轉動 就是這個花是什麼 是動態的意思 不是靜態的 是可能玄火輪就表示我們不可思議 禁忌是這樣 竟然是團團玄火輪一樣 然後這裡 這個在這樣講的 果實的 這時候發 因為我們知道 剛才說 發是因果同食的 意思說有發就有果實 所以自然 永 意思是向上冒出 從這個花向上冒出什麼 果實出來 永生就向上冒出什麼 種各式各樣的果實 就是從花裡面 就永 雖然它是動態的 同時 同時 它在樹葉之間 軟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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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軟在樹葉之間 就輾轉了飛舞之下 而且能夠 向上冒出眾多的果實 這如帝飾品 帝飾品要形成果實 這個帝飾品 就是這個果實就像帝飾品一樣 帝飾的寶瓶一樣 就是什麼 德品 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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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上次也講過了 德品帝了嗎 就是有一個人 這個 在根據大致論講的 他說有一個人 過氣生 因為他拜天 供養天 供了十二年 這時候 想要得到 得到得品 這個天也提供他一個得品 第一次比較像這樣 意思呢 能夠滿足那個人的希望 就是能夠 你要什麼就有什麼出來 記得嗎 那個故事嗎 德品的故事 記得嗎 忘記了嗎 記得嗎 就是那個故事啊 就是你想要什麼 因為他一時的驕傲 傲慢了 最後呢 踩在德品上 得品破掉了 結果什麼都沒有了 是這個意思 那第一次的驕傲慢 本來是什麼就有什麼 是這樣 他本來是貧窮的人 結果因為十二年的供養 如果這個第一次天啊 提供他這個得品 結果因為一時的驕傲慢 本來是什麼都互有了 結果一時的驕傲慢 就是他沒有受死戒法之故 一時的傲慢 就是把那個 把貧破掉 把財破了 所以什麼都沒有了 是這樣 那這也就是 這個有時候他那個第一次的寶貧 能夠 隨心所欲啊 滿足人的 免除這個 這位求願者的願望 所以能夠 就像有時候 湧出種種的萬物 是這樣 帝士品一樣 之外 所以他這個 下面有大冠貧 就是這個帝士品啊 如帝士品的什麼 寶花 這寶花 這個 對 果實啊 這 冠貧是 就是那個 果實啊 這些 眾多的 果實啊 它具有什麼 大冠貧的作用 什麼大冠貧 蘇生的官民 大就是蘇生的意思 有蘇生的官民的作用 什麼作用呢 化成船 能夠變化成 種種的船 種種的番 船是立體的 番是平面的 它會變現的 種種的船 種種的番 以及什麼 無量的寶貝 就是這個很蘇生 這個帝士品 這個帝士品 就是這個花啊 這樣過實啊 就像帝士品一樣 能夠變現 種種的萬物啊 因為它這個 因為這個帝士品啊 有 殊聖的官民 所以官民能夠變現 船 各種種的船 種種的番 以及啊 無量的寶蓋 寶蓋就是花蓋啊 就如閃鑽的寶蓋 然後這裡面講到一個重點啊 這寶蓋中 這些形容閃鑽的寶蓋中呢 能夠造現什麼 三千大世界 就是從寶蓋中 能夠看到什麼 三千大世界 什麼三千大世界 我先講一下 這一個佛世界啊 這一個佛世界上 一個大千世界 我們知道一個大千世界 一個大千世界是什麼 是一個 是一千個什麼 中千世界的 中千世界所合成的 一千個中千世界的 一個中千世界 什麼合成的 是一個 好像一個 一個中千世界 一個 一千個小英世界所合成的 是這樣 這個意思是三千大世界 所以三千大世界 就是一個佛世界 一個大千世界的意思 一個大千世界的意思 就是佛世界 那這裡面呢 就是能夠顯現一個佛世界 能夠顯現一個佛世界 就譬如說顯現極樂世界 顯現極樂世界 從寶蓋裡面看看 看看什麼 極樂世界的經驗 譬如說可能看一個佛世界 看他說佛世界也可以 一切佛是什麼佛世界 看到佛頭說法度眾生的情形 就是一切佛世界這樣 一切佛多生 都能夠在這個寶蓋裡面顯現出來 是這樣 這怎麼會這樣意思呢 這極樂世界啊 就是你從寶樹裡面看到什麼 佛世界 看到佛 看到 看到影響 就是那個怎麼意思呢 就是你看 能看到什麼 不只能看到極樂世界的情形 而看到十分世界 是這樣 這意思呢 一般來講說 小中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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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中限大 一一為一成中 一一為一成中 限寶王叉 是這樣 從小世界 從小中限大 是不可世界境界 就是四十五萬的境界 來自十萬世界 你能從極樂世界看到 是這樣 這意思 那我們看一下 看到金 金人復表 第三頁 第三頁 看一下 第三頁 第四項 尚爾洛西爾解釋 第四項一起唸 從永生諸果下 至於一中限以來 這名果有不適宜得用之相 即有其無 一名標果生實 自然湧出 二名借益以標果相 三名果有神觀 化成方蓋 四名寶蓋元明 列獻三千之界 一正二眼種種象獻 五名十萬禁圖 博信蓋宗 彼國人天 無不睹見 又此事量迷高 眾寡迷闊 發果眾端 神變非一 一術盡難 遍滿彼國 所有諸事之國眾多 盡皆如此 因之一切行則 行處坐臥 常坐直詳 這裡面講到它有五種作用 五種得用 第一個什麼 第二行 這五種得用 就是五種的功用 意思是這樣 這個善良意思叫我們要記起來 因為它後面要常常做思想 是不可思的境界 所以 自然湧出 就是這樣 有花就有果 它是因果同始的意思 自然顯現出來 果生出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花之固 才有果生出來 是這樣 自然湧出來 第二個呢 用什麼 批義 什麼批義 就是第四瓶 第四天的寶瓶 就像算名果相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想要什麼 就有什麼出來 就是意思 它的這個果實 就像第四瓶一樣 就想要什麼 就有什麼出來 就是這樣 想要什麼 就能夠湧出萬物 你想要什麼 就有什麼 隨心隨意 馬上現前 就這樣 因年極致的意思 然後第三個 明這個水果實 有什麼 神 這神就是不可思議的官民 不思議的官民作用 能夠變化成種種的番 種種的鈣 寶蓋 它是這樣 那這裡面講到寶蓋的作用 就是說 這個說明寶蓋 言明 這個言明是意思 它是言隆的 它是普照十萬世界的 普遍 普報普照意思 言明 普照 言隆普照 普照意思 那這裡面 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那個 裂線 三千大世界的範圍 就是世界 像一個佛世界 把一個佛世界顯現出來 三千大世界 一個大間世界 一個佛世界 一個佛世界 然後一陣專員 都會在那邊 在極樂世界 在這個佛世界顯現出來 是這樣 就像極樂世界一樣 就從這個寶樹裡面 的花裡面 就看到什麼 佛世界了 所謂小中限大 像一個小小的 你看花 就看到什麼 十萬世界 就像你在看什麼 從電視界看到什麼 整個世界 電視裡面 就像類似這樣 VCD 像看螢幕 從小小的螢幕看到什麼 整個世界 就小中限大意象 像看電影一樣 類似 類似 明十萬晉土 普現蓋中 就十萬佛世界 普遍的現代 這個蓋中 就小中限大意識 所以彼國人天堂 沒有不獨見的 是沒有看到的 二十四 數量 因為八千尤群很高 縱管 長度寬度 也很廣闊的是 而且 無數的花和果 無數的花和果 神變非一 各數的神 就是不可思議的變化 就是一數 每一棵樹都這樣 每一棵樹也是這樣 具有這種作用 雖然片滿彼國 所有諸數之果眾多 進階如此 你看 一個果實就有這種作用 很快 無數的花 而且一棵樹有花 就看到幾個不可思議的境界 都是這樣 當然是 有時候想這個 是不容易想 但是我們就這樣 不可思議的境界 是這樣 進階如此 因之一切心者 行之作 常作之想 這意思還怎樣呢 就常作之想 我想 Trenolf的意思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 我們知道 這個說我世界 他為什麼要怎樣想呢 說不定是什麼 是紮爛的五層 紮爛的五層境界 是紮爛的五層 那我們在 說人家的四種 說人家外面生起什麼 妄想雜念 那極樂世界是什麼 社廟的五層 所以今天我在想這個 在想這個 這個化漢果的時候 你在想那個氣泡 從剛才我們講 易寶社對不對 七重羅網 還是這個 發果的專員 這時候你就慢慢來 我慢慢的跟什麼 這佛陀那個 聖廟的五層 慢慢接觸的 就不然虛起第一八層這樣 讓我們生起 那種 那種殊勝的名言 因為今天我 你想想看 我今天在說佛世界 你看這些樹 這是渣男境界 增長的 對不對 增長的 那種渣男的業力而已 那你今天在想這些 我今天不是要觀想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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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行住坐我 行住坐我 常坐思想 就是這樣 常 思思刻刻 來想這些 因為它是社廟的五層境界 社廟的五層不一樣 就是你經過 你了解今天我們了 你慢慢了解了 認識了 你分析一下了 中文文系以後 這時候你 你這個明眼中 一個明眼 就是你自己一個 了解一下 從益寶社裡面 到這些 七重洛王 來自這 這些 花果 又是果 像果實 它是五種得用 這時候你慢慢了解一下 這些果實有殊勝的官民 就像 第四天的寶品一樣 德品一樣 有 能夠 隨行所謂 意念一致 能夠畫出 變現什麼 寵寶該 對不對 寵寶該 能看到什麼 極樂世界 也看到什麼 實用世界的境界 不可思議 所以從樹裡面 這個 在佛陀 它四巴掩裡面 有一個驗就是在 從樹裡面看到什麼 實用世界 記得嗎 這有一個 從樹裡面看到就是這個意思 從花果 你果實就看到了 不可思議 果實就這樣 不可思議的境界 所以這裡面呢 就是我想它 因這個 這個 這個 是意思 你要信之作 就是你要常常變成 本來是雜染的業力 要不要 讓我們由雜染的業 變成清淨的業力 所以你要常常這樣 思維這些法義 是這樣 我們知道 這個 這麼講好了 這古德 這個經典這麼講 觀普行菩薩行為怎麼樣 一氣業障癌 皆由妄想生 妄想 為什麼妄想 就是因為內心 我第六四 跟這個 雜染的五神接觸的時候 我沒辦法 就是沒辦法心腸絕躁之故 所以被這個境界所迷惑住了 所以妄想生 因為雜染境界嘛 但是呢 又講了 就是等於以後我們學到 諸我正片之海 從心想生 從心想生 意思是 我依雲之般樂 起觀照般樂之故 心想是因為我依雲之般樂 我依這個雲 剛才我們讀這個雲裡面 我就熏許這個佛法 就有這個聖妙的五神 儀為敵 那這個觀 稍微思想一下 思維意想一下 從剛才那個 易寶社這些 那些 易寶社這些 然後那個 奇蟲羅網 還有他 從根莖之條 夜發果 這樣觀想一下 想一想 目的 讓我們 轉世成次 我看說本來是雜欄的業力 沒有人 親近的業力 就是慢慢 慢慢的轉生 這內心 是這樣 轉生性 轉這內地陸式的心 慢慢變得 相似了 妙觀察智 是這樣 我想是這個 善導道士的意思 是這樣 因爲為什麼講到這樣呢 他最後講說 黃巫什麼 黃巫什麼 新出 近系 觀想難成功 成就的 所以 善導道士不會叫人家觀想的 但是呢 他是叫人家吃一面的佛 但是你看 他這裡 他講這些話 都因之間行出之後 常做直想 這我剛才 肉類的觀點也是這樣 常常是 目的讓我們心能定下來 因為那是 殊生的境界 是這樣 所以這裡面是跟人家互相美麗 所以我們看到 想看 因爲你 那是渣染的境界 那是業力 手感的境界 那個 是浪漫 你看 你常在妄想雜念的 那受 那極樂世界 相反的 那是一種佛的境界 那是一種聖妙的五成 所以不容易生醒的 妄想雜念的 所以你要不斷地 從法義裡面 慢慢去思維它 譬如說 花、果、失智 是因果同死的 而且果有 有那個蘇生的作用 因為它具有 蘇生的官品之一 變成闖昏寶蓋之一 你要想一想 慢慢的 就是你平常要 那四十個個那個 那 意想這些 它的這個 花果的中用 就七百分之一 那些種種的情形 是這樣 講這些 跟大家互相美麗了 好 接著我回到 我回到講表 講表就是 我們把這個 講這個 就把這個 花果 大家講過了 結果我們看 總式光滑 總式光滑 這兩行一起練一下 見此素宜 依當次立依官之 官見素敬之夜 花果 戒律分明 是為素雄 明帝是官 做事官者 名為正官 若他官者 名為邪官 就見逐事宜啊 就你見這個見此 就是你內心啊 瞭解了 其實那你沒有看到 這是我 一般人用 見你 我內心啊 明白了 我明白這個 七寶妙順的 種種的情款 我明白了 因為今天讀悟了這個文對不對 你明白了 這個七寶妙順的情款了 應當成 應當成 次第 順序的 要次立訓的 順序的 依官之 就是 每一棵樹 要次立 要次立的 官之下面 下面 依官是指下面 這個 柯樹的 那個 次立性 依官之間 官什麼 官 樹徑 一般是官樹根啊 你要稍微假想 用假想的 想像的話 一般是 七個部分是 根 徑 枝條 葉花果 這個根 這個徑是 樹根 再樹徑 枝幹 樹幹 樹幹 枝就是大樹枝 枝也下半 大樹枝 還有枝 條是小樹枝 條 剛才那個 在那個 剛才護表裡面講 護表 剛才那個 第二頁就有講過了 葉花果 我再瞭解一下 界定什麼 昏明 就要清清楚楚 就這一層啊 七重杭樹啊 每一層從根 徑枝條 葉花果 是能夠 每一層能夠清清楚楚的 如在眼前一樣 是這樣 事為樹想 就是什麼 就七寶妙樹的 觀想法 是這樣 那這也是這樣 開始 你要了解 意思是 先觀一棵樹 再觀一棵樹 再觀一棵樹 七重杭樹 是這樣 你不能說一棵樹 很多杭 一棵樹 先觀一棵樹 從根 浸 枝條 葉花果 觀成了 一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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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觀一棵樹 七重杭樹 是這樣 在第四番 作詩觀者 明有正觀 作詩觀者 你所觀的 種種樹的情形 都和什麼 和晉武是 相一致的 和晉武所觀的 所觀的 所觀的晉階 和晉武相一致 正觀 假如 你所觀的晉階 這些 都和晉武不相符合的話 就是不要學觀 是這樣 好 接下來我們看 就把這第四番講過了 就要講第五觀 池觀 什麼叫池觀呢 就是 八功德水觀 八功德水觀 你叫 你叫 蓮池觀 蓮池觀 八龍水觀 這個觀跟我沒有錯 這是八龍水 是什麼 是我們的 往生處 因為蓮花花生 蓮花在哪裡 就是八功德水裡面 八池觀 這裡面 學習就是要欣許活好 就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 這裡面分的六部分 節儉的時候就是你 節什麼要這樣 就是你 節儉就是這樣 就是乘上幾下的意思 把前面講過 節儉就是乘上幾下 前面講過了 然後接著 講後面的 前面那個第五觀 池觀 這樣一起唸一下 這樣一起唸 佛告歐蘭即為禮希 肅想乘以 赤當想水 就是你把七寶廟室 觀想成就後 就怎樣 根據順序 觀想想水 七寶還不想水 前面來又想 不是這個 這個水是八功德水 前面那個水是 因為它前面是怎樣 那是一種 關那個水的目的 要關地 是這樣 這裡的水是指 七寶池 八功德水來講 是這樣 是我們 我們往生級的 碩盛的地方 未來往生的地方 未來往生的地方 不是 不是關地 不是剛才那個 這個水想 想水不是想那個 剛才地關前的 關地前的那個水關 不是這個 第二關是水關 但是這裡 想水就是這樣 八功德水來講 接著我們看 總品吃底 把這個 這個八功德水 七寶持棒德水的 那個 體性 了解一下 我們一起練一下 這樣 意想水則 極樂國土 有八池水 你想要觀想這個 八功德水的話 現在了解 現在了解 極樂世界有什麼 有八池水 這有兩個說法 在極樂世界有八個 蓮花池 八個蓮花池 八個蓮花池 這是第一個講法 第二個 這是有八種功德的七寶持水 有八種功德 八種功德的七寶持水 我覺得這個比較會怎麼呢 因為極樂世界 無數無數的七寶持棒龍水 不是只有八個蓮花池 就是 因為我的人是解釋 因為 大家可以看看 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 今天的護表第三頁 第三頁 請看一下 這裡面從倒數第二行一下 倒數第二行 一起練 好不好 不要 不要 我想我這樣講好了 那個 我們先練一下 先那個倒數 第三頁 從倒數第二行 練到第三頁 這兩個 練這兩個就好了 極樂有八池 池有二說 一位一國有八個池 寧之觀金益出 一國八池 許道相通 所以 你一支一支到底是 那種一個格 一個 極樂有八個什麼 蓮花池 極樂有八池 極樂有八池水 極樂有八池水 有八個池水 有八個蓮花池 這個有請參考一下 那看第四頁 第四頁 這個八池就是八公頓水 八公頓 八公頓池 怎麼講呢 我們看下面 那個 關無量壽經 書超原意 這是 那個 那個 地賢大師的解釋 第四頁 怎麼講呢 我們看他 從 第四頁 言極樂有八池水 這一行一起練 練到最後一行 言極樂有八池水 並非子徒 只有八個池 乃子一池有八公得 為池中有誰誰有八得 下節引八公得水則 是也 信入以文害異 後異為聖 又淫 須知極樂國中有總報池 聖房貢業之手感報 小本淫 有七保池 八公得水 只此池也 其道無欲 十萬眾生 晚生彼國 即在此池 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這裡面呢 就是根據那個 地形大師的解釋了 天台中的大師 他們講說這個八池 不是指八個 不是八個 公 不是八個的嗎 那個公德池 八個淋花池 是指八種公德的 那個公德的 八個公德淋花池 不是八個 這個是真的講 是這樣 因為看到這個 有時候參考一下 這個有時候主師 他祝師都不一樣 因為我看到淋花 誰啊 那個 邵老師也是八個公德池 有時候看一下就好了 參考一下就好了 應該是指 八種公德的 八種公德的淋花池 是這樣 這裡面看一下 那這裡面講到 我們看黑色的字 就是第四頁 第三項 就是 歷物以文太義 就不要因為這個文 看到這個文 八個淋花池 不要 就是因為 因為八個淋花池 是誰 誤解那個寒義 是這樣 不要誤解那個寒義 是這樣 那他說 極樂古有總報池 就是你 什麼意思的總報池 就是你往生極樂世界 所招 就是你 共願所幹 就是你 意思是來 你所往生的深處 所搞招感的狗報地方 總報是 你勝反共業 藉由這個 念佛的業力 所招感的狗報 就是總報池 因為那邊淋花就在那邊 因為淋花是生產這樣 在淋花池裡面 實際上要淋花池這樣 那這裡面 看另外 其道無意 看 十萬眾生 我是彼國 即在池池 就是這意思 那就是意思 其道無意就是它太大了 那個 那個 其道無意 那個 其道無意就是要度點 不是據點 那個倒數第一 那倒數第一 第四行 那八個淋子池也 其道無意 其道無意上面要度點 不是據點 對不起 他太多很大 沒辦法比喻了 是 然後 所以 往生者 十萬眾生 往生即彼國 就大業 就是大業 往生的行者 就要生在這個 七寶池 八宮殼裡面 是這樣 好 接著回到講表 一個概念 就是 他是有八種功德的七寶池 是 是 然後我們看 背名詞相 各北說明這個七寶池的相貌 我們一起唸一下 這兩個一起唸 一一池水 七寶所成 七寶柔軟 重如意 諸往生 混為十四枝 一一枝 做七寶妙色 還金為取 取下 皆以雜色金剛 以為里沙 一一水中 有六十億七寶蓮花 一一蓮花 團圓正等色遊行 每一個池水 每一個七寶池 就水中 意思說 每一個七寶池 八宮殼水 都是由七寶所化成的 所以每一個零花池 它的八宮殼池 都有說沒有 有七寶所化成的 不可思議 有說水是七寶合成 正寶合成的 其實那七寶是 其實是無事正寶合成的 這七寶是因為它講的是 我們瘦伯世界能夠認識的七寶 其實它極樂世界是無事正寶合成的 是這樣 所以不可思議 只能七寶 那時候 不是我們一般房屋所能想像的 然後這個 它也講特性 這些正寶是柔軟的 在瘦伯世界是正寶是硬的 不可能是 硬的嘛 什麼柔軟 正寶是柔軟的是這樣 那正寶從哪裡來的呢 從如意諸往生 我剛才講 如意就是模擬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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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寶珠 往是什麼 書聲意思 如意寶珠 如意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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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書聲意思 就是它在 在眾多寶珠 在眾多寶珠裡面 最殊勝的 就是如意諸 如意諸 如意諸往 最殊勝的寶珠 就是模擬寶珠 從模擬寶珠 從模擬寶珠 所生出來的 是這樣 然後分為十四支 就是 它這麼 但是從如意諸往 如意諸往 如意諸往 所生出來的是這樣 分成十四支 就分成十四個支流 就是水 這個水 分成十四支 然後 每一支支 支就是分流 意思 分流 分流 每一個分流 就是這個 有十支 每一支分支 每個分流 分支就做起 具有什麼 七宝 所呈現的妙色 是美好的顏色 美好的色者 這每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珍寶 能換出什麼 無量的光明 和無量色者 是這樣 妙色也含有 那個光明的意思 因為珍寶和 換出無數的光明 無數的色者 這裡面要講幾個例子 幾個例子 好了 下面幾個例子 假設 如果這個水池是環心手作的 假設這個寶詞是由環心手作的蓮花池 它來取笑 就是以 以雜色的金剛 以為黎莎 這雜色的意思 這是各種不同的顏色 不是混雜 這個雜不是混雜不清的意思 各種不同的顏色的金剛 像無露的金剛 無露的金剛 無露的金剛砂 作為底 作為底部 是這樣 這個金剛是什麼 形容它是無色的體 這用金剛來形容 下面 在那個磁底的砂 因為金剛是無露的體 以無露的體來說明 這個 在這個環心磁的 底部的那個砂子 是珍寶合成的砂 砂是珍寶的 用金剛來形容 這個水池底部的砂 是這樣 所以 但是這裡要了解一下 我先講一下好了 因為它這裡是幾個例子 其實我們在無露的孫子講過了 一般來講 它是 就像那個氣寶茂樹一樣 如果是環境做的 它可能是底上什麼 白銀的底砂 如果是白銀做的 白銀做的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水池的瓦 水池的話 它可能是 底部什麼 就是環金為沙 就不一樣 這是一金 有可能是 一寶 兩寶 三寶 還是四寶 合成了這個水池 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可能底砂又不一樣 好像是一寶 還是無數分寶合成的 我是沒寫出來而已 因為這了解 新了解 無量縮緊講過 請大家看到 看到的 今天的護表第四頁 那這裡面 我們看一下 先看一下 我們看第幾頁 第六行 也立銀 也是 立銀那次的解釋 這兩個先音列一下 一二字 乘上八尺而來 允筆佛國內 允筆佛國內 所有無量阿森其 不可說實 每一一持隨 無不七寶所成 了解一下 這了解 這不用講了 那接下來我們看 倒數第四行 也是那個 第九大四的解釋 這上來一起唸一下 從如聚明寶來處 寶從何來 未從如意諸王終身 知一言諸昏坐 詩之流 言如意 即半以模擬 模擬寶珠為重寶之丸 故七寶水從筆而生 一米模擬水 水既寶成 故各有妙色 寬世繁金為渠 渠即慈也 這裡面就是這樣 我想這個也是容易了解 就是說 簡單講 這個七寶石哪裡來的 從如意諸王來的 從模擬寶珠來的 那七寶寶珠 就像模擬水這樣 那這裡面 它竟然環君為渠 我在瞭解 環君為渠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它這可能這個 因為無數的七寶池 可能在這邊 比如說我講了 在中正地區 可能是七寶珠 都是環君所做的 如果在信領期可能是 白銀所做的七寶池 就這樣 不一樣 每個區域不一樣 因為極的世界太廣大了 是這樣 無數的七寶池 是這樣 所以這個環君為渠 就是 它假設 可能這個地區 要了解一下 這個鏡可能下次 或許我會印出來 大家看一下 無量所解這麼講過 就因為每個區域不一樣 所以 就是可能那個七寶池 它合成 就是七寶池那個磁邊 是什麼 可能是環君 白銀還是流離 合成的不一定 是這樣 接著我們看一下 再看那個第五頁 第五頁呢 第一行 一起唸一下 明徐夏 底沙座 雜寶色 於金剛 者 及世 無肉之皮也 就說 剛才我們看 對照一下 剛才那個獎表 二十二頁那邊 夏 皆以雜色金剛 以為底沙 那 就是說 這個 在這個 蓮尺的底下的沙子 都是 都是 金剛的 用那個金剛來形容 什麼 因為它是 雖然是雜寶 各式各樣的顏色的 珍寶 但是它是無肉的 金剛用無肉的體 既有無肉的體性 為什麼 就是剛才那個樹 和樹一樣 因為佛陀 從無肉的心中 所溜出來的 所以樹 竟然是無肉的 所以這個沙 這個在七寶池底部的 這個沙 也是珍寶的沙 也是無肉的沙 用金剛來形容 這個底 在七寶池底部的 那些珍寶的 珍寶合成的沙 是這樣 現在我們看 回到這個獎表 看一下 這個就二十二頁這邊 講到這個 說明是 一水中 我就看第二 就第三 第二項 一水中 有六十億七寶蓮花 就每一個水池中 就每一個 七寶池 八公的水中 有六十億 很多就是 量很大的 七寶蓮花 意思說這個蓮花 也是七寶合成的 因為七寶 蓮花祭祖 本祭祭祖 無量光明 無量色澤 是這樣 而且呢 在下面形容蓮花 蓮花的是什麼意思呢 那個範圍 每一朵蓮花 那外型怎麼樣呢 團圓正等 就是它圓桌 整個圓桌 團圓就是整個圓桌 整個圓桌是 大概有什麼 色尤尋 圓桌是 圓桌是圓的 圓桌是圓的 圓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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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形形容是圓的樣子 正等 恰似呢 恰似呢 十二尤尋 恰似有 大概有十二尤尋的那個 那個長度 是有十二尤尋的那個桌 你可以這樣直徑 也可以這麼講直徑 十二尤尋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 就把這個 這個瓷像 從這個 它的 組成 它的來源 這不可思議 就是我們這裡 你要有一個 異想 七寶瓷 它是 你要想到 七寶 它珍寶二尘的不可思議 而且那珍寶是柔軟性的 你要對照 我們碩伯世界 等一下 比較一下 極的世界那個珍寶 和那個碩伯世界 完全不一樣 超過我們的想像 我們看到 珍寶都是堅硬的 然後你說柔軟的 對不對 怎麼會柔軟的 你就說 就是要聽起來 這不可思議的境界 而且你要把那個 組成它來源 了解一下 而且還有 連發 數量也 大概是大概的數量 大概六十億 像六十億大概是一個 大概的 大概什麼 大概的那個 大概的那個 大概的情形而已 了解一下就好了 接著我們看 誰能說法 誰能夠說法的意思呢 我看一下 這兩個一起列一下 其模擬水 流住 花間 徐術上下 其身為妙 眼說苦空 無常無我 諸婆羅蜜 富有讚嘆 諸婆相好者 就說你 摩擬水 就從 如意豬王 所稱的 所 生出來這些 摩擬水 就是七寶池 八龍水 它 就說 它不是 就是它摩擬水 它是這樣 它現在講了 它不是不動的 它是流動的 意思是 為什麼呢 它流住花間 就在 花什麼 它是 只連花 就是它在 連花和連花 連花 就是連花的花瓣之間 就是 來來飛的流動 就說 它是 摩擬水 這個七寶池 它不是固定的 它是 不動的 它是 上下流動 流出花間 流 流罐 流罐 就來 流動 在連花和連花瓣之間 來來飛的流動 是這樣 流出花間 有時候 來來 流出 灌注 流動灌注在 連花和連花瓣之間 是這樣 而且 循樹上下 循就順著 順著 這個地上的 七寶廟樹 因為樹 上下就是 循著那個樹 這樣 流到 上上下下 流動 就是這水 可以從下面 流到上面去 再從上面 流下來 是這樣 不可思議 怎麼水可以 游下往上 一般我們 師傅說 水是 游高 往下流 游高往地下 這是 隨著 順著 樹的上高下 就是上下 就在 樹的上下裡面 這樣 那邊流動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一看你講 這個在蘇佛世界 不能幫我看了 這種情形 就是看到這種 抓臉的相貌 能夠順著這個樹的 高低 能夠隨著在地上的 七寶廟 上上下流動 在樹的裡面 上下下流動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的境界 而且 其聲唯妙 會什麼意思呢 唯妙 就是 聲音 非常唯妙 就是那個水 發出的聲音 非常唯妙 唯妙 唯妙是 精細不可思議 非常精細 不可測知 妙 意思什麼唯 不可思議 水能說法意思 因能說法 唯妙是精細不可測知 就是聲音唯妙就是精細不可思議 而且能夠說法 說什麼法 苦功無場無我 講二聖的二聖法 小聖法 而且像我講 諸佛羅伊大聖法 什麼叫Polomene 就是道彼岸的意思 道彼岸 道彼岸就是Polomene 就是說這個水 能夠說二聖的法 以前講說大聖的法 Polomene 道彼岸的意思 這個道Polomene是怎樣 Polomene是講 六Polomene 還有十Polomene 六Polomene 就是我們一般來講六度 因為這個六度 也是以波羅度為主 因為波羅度 引導五度 引導千五度 引導千五度 來修有上法 那這裡面呢 這個Polomene 十度怎樣講 因為這個波羅蜜 這個波羅裡面分成了 方便燕粒質 就保證了波羅度還有的 方便燕粒質 就十度是這樣 Polomene就是道彼岸的意思 藉由這個修持這個Polomene 能夠從生死的實戰到達 內排的彼岸是這樣 Polomene意思 那這裡 有什麼 又有什麼 讚旦 誰能助我的三十二項 幫隨興老 專演是這樣 讚旦諸我的三十二項 幫隨興老是這樣 講到這些 都講 意思說 誰能夠說中文法是意思 那這裡面呢 我們看一下 看到今天的護表 第五頁 誰能說法 這裏面呢 看一下 你看那個 第五頁呢 第三項 善導大師的解釋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就是 第三項一起念 看 自民隨友 不可思議得 極有其餓 依民保水 花金流出 微波相處 集出妙生 身中接收妙法 二民保水 上岸 循速 枝條 花果葉等 佛上佛下 忠心相處 接出妙生 身中接收妙法 佛收眾生古事 結栋菩薩大悲 慶念以祂 佛收人天等法 佛收二聖等法 佛收地勤地上等法 佛收佛地三聖等法 這裏面講到 不可思議的功德 所以能夠說法 妙在不可思議 誰能說法 就不可思議 你看 那這裡 他分成兩點 明這個 珍寶 七寶池 這模擬寶珠的水 保水 七寶喝成的水 在花間流出 在連發和連發的發瓣之間 流來流去 流出 來回的流動 流動是微波相處 就是因為 波 因為相處的意思 因為我們知道 它是七寶喝成的 所以有珍寶 不能把 流來流去對不對 他們會碰磚 這個珍寶 碰磚 發出聲音出來 發出妙聲是這樣 因為珍寶噴出之下 微波相處 就是珍寶 互相噴出之下 發出什麼 這種不可思議的妙聲 那聖宗就說妙法是這樣 說妙法 等一下我們看到 這妙法是怎麼 或者是妙法呢 他用印記說法 是這樣 你想聽手法 你想聽手法 就說小聲法給你聽 你想聽大聲法 就講大聲法給你聽 妙法是不可思議的 在這裡 水能說法是這樣 第二個 您保水上岸 能夠這個水 我剛才講過 那個水不是固定的 它能夠不只在 那蓮花瓣 蓮花瓣的花瓣之間 流動來來來回 而且能夠上岸 就是到地面上 上岸就是到達上岸 這保水 這個七寶合成的水 能夠到達岸邊 到達地上的 上岸就是到達地上 陸地上 能夠尋著 誰順呢 順著的 這個樹 順著這個順著的 七寶貌樹的 枝條葉花果 枝條葉花果 葉花果等 就是順著樹 從下面 流動到上面 是這樣 順著這個樹的枝條葉花果等 有時候上面有時候下面 就在 就是一直在 在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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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面上的樹 在樹的 這個樹的 那個高低 上上下下的流動 就是不可思議 是這個葉色這裡 而且它講到 中間相處 接觸妙生 就是說 它們流動之下 在流動 在上上下流動 因為水裡面有珍寶 互相噴到之下 會發出什麼 妙生 深蹤說接受妙法 就是說 它也講說 不可思議的佛法 下面講解釋了什麼 這妙法 或終生苦事 終生的那個 七寶的事 故事 比如說 流轉生思苦 還有衝伯世 終生的八苦事 絕動菩薩大悲 這絕對 讓這些菩薩能夠 覺悟發動他的大悲心 覺悟發動他菩薩的大悲心 因為 他講這些說 為了令眾生的那些菩薩們 能夠覺悟 生起大悲心 觸動他的大悲心 然後 生起 覺悟出大悲心 然後 勸禮什麼 見眾生 引他就勸 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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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菩薩們 有時候 人會想講 人天燈法 因為我知道 因為菩薩的話 要廣學多聞 所謂我們說法門無量聖學 因為有眾生根基 有的人 有的眾生根基也不一樣 要學無量的法門 為什麼呢 因為眾生 有無量的煩惱 有時候這個眾生 要用 人天的法性 度過他 你講什麼二聖法 他聽不懂 你要看用必說 我們說要教練 教練 小父母 後師師長 其實就幫他休聖 要講世間的善法 他或許聽得懂 你講說 世上規 歸於佛門 他聽不懂 沒辦法了解 沒辦法接受 因為眾生的根基 因為每個人的根基不一樣 環島不一樣 所以要學人天正法就是這樣 二聖裏是這樣 佛說地前 什麼地前 地前 地上的話 地前的意思呢 指十心位 十柱 十行 十位相 那些菩薩的 那地上就是十地 出地到十地 這些殊勝的佛法 佛地三身 神法就是指佛的那個 印身是指什麼 佛身 報身 印身的那種佛法事件 這裡面說講這些都說 因為這個是 說這裡面講到 他那個 講這些都是那個 就是善良道事的解釋 這怎麼看一下呢 其實我要先講一下好了 這基督世界的水 不只這而言 我先講一下 在無量說經 我要是 複習一下好了 我再思議一下 比如說讀一讀 這基督世界 你在七寶石裡面對不對 目覓一下 對不對 你誰啊 要高一點 隨心所欲 印年幾次 比如說 你沐浴的時候 我只要水到 蓋到什麼 膝蓋就膝蓋 到腰部就到腰部 到肩膀就到肩膀 隨心所欲的 印年幾次 而且呢 你要水 要涼一點就涼一點 要熱一點就熱一點 對不對 這不可思議 這基督世界 沐浴的詞就是這樣 而且你還有這個 你在牡蠅完後 在蓮花皺 皺上一下 皺一下 如果說你粗地的話 變成什麼 惡地 如果是惡地 變成三地 不可思議 就是這個水啊 有成就勝到的力量 不可思議 聖廟的五成就是這樣 這個在 你就水能夠 不僅能夠收法 而且能夠讓你成就勝到 不可思議 能夠增長我們的智慧 就是水 聖廟的五成境界 是這樣 這在這個 我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而且第二 水能說法 看一下 看到金內復表 第五頁 第五頁 無量收金的話 這三項 倒數第四項 一起唸一下 佛陽 無量 自然 妙生 隨其所應 莫不聞則 霍聞佛生 佛聞法生 佛聞生生 佛極盡生 空無生 大慈悲生 佛樂密生 佛實力無畏 不共法生 諸痛未生 無所作生 不其滅生 無生忍生 乃至甘露冠臨 眾妙法生 如是等生 乘其所恩 歡喜無量 你看講那麼多 但是你看 我們看在這個 剛才在哪裡 關鍵裡面講 講什麼 苦空無常無我 你現在對照那個講表一下 他發生什麼 苦空無常無我 諸波羅蜜 諸波羅蜜 諸波像好 他講得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他這跟一些什麼 他是一些觀想念佛來講的 所以你在觀想這個 你在觀想這個 七寶池的時候 這個水能說法就好了 他講的苦空無常 小聖 我也講 大聖 我也講 也講是讚嘆諸佛的相好而已 就是了解一下 但是這裡面 無量說已經講的 比較詳細的 這個說法就波 因為波氧 因為我知道 那個水啊 因為在肥柳之下 因為上上下 你看樹 乃自在花瓣裡 花瓣之間的 這個 來來肥也流動 都碰磚 就珍寶碰磚 掀起了 氧又掀起了 無量的 很無量的 自然發生的 妙聲不可思議的聲音 就說法的聲音 不可以 妙聲什麼 妙聲說不可思議 能夠說法之意 那隨起所應 隨什麼 隨這位的印 一直印著 所應就指眾生 這位紀念心者 就在極樂世界那天人 你想聽什麼 是這樣 莫不聞者 然後現在我就不要解釋了 看 看最後仰 看倒數地仰 看 如是膽生 趁其所聞 歡喜無量 趁其所聞 趁什麼意思 趁何 這位行者所要聽聞的 歡喜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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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喜 歡喜無量 趁何這位行者所要聽聞的 那個法是這樣 趁就趁何 所以他能夠 意思是說 這個水能夠 應機說法 你聽小順法 就講小順法給你聽 你喜歡聽大順法 就講大順法給你聽 歡喜無量是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呢 這裡面就 這裡面就 因為時間關係啦 那我們暫時呢 就是 學習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繼續 那我們就回向了 願以此功德 專年佛淨福 上報是眾恩 夏季三獨苦 若有見魂者 希望苦離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果 先讓你走 走 著名人 偷 叫人 壓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